341章 关心的姐妹团 张晨打开了聊天界面 关心不像白汉玲那么含蓄 还发信息 他直接就谈了个视频链接发了过来 接听视频链接 很快 张晨就看到了关心灿烂的笑容 他站在一个悬崖边 旁边还有几个年纪相仿的小姐妹 从旁总是嘻嘻嘻哈哈 假装不经意地路过 然后目光一个劲地往张晨这边看 所有的游戏界面操作 包括聊天 交易 视频 查看系统消息等等 都是通过储物戒指完成的 视频链接的时候 储物戒指会在掌心投影出一个界面 类似手机画面一样 通过这个 双方能看到对方和对方周围的情况 嗨 陈哥 好久不见了 你又变帅了呢 你这是在哪里啊 怎么这么黑啊 你该不会是到了水兰星的另一边了吧 和我们竟然还有时差 关心故作惊讶地说道 其实他早就看到列车的车厢 还有不断飞速后退的灯光了 这个家伙一段时间不见 开朗了很多 都开始学会跟张晨开玩笑了 张晨看破不说破 笑着说道 是啊 我在水兰星的另一边 没看到天上还有星星吗 关心哥哥地笑了好一会儿 这才止住笑意 说道 好了 陈哥 说正事了 我听说最近真神教在四处寻找 七夜幸运草的下落 我看这些教徒这么卖力气地打听 甚至不惜花高价求购 我猜测是您需要吧 张晨点了点头 说道 没错 是我吩咐让真神教的张文文帮忙寻找 七夜幸运草的 不过一直都没有结果 估计这个东西也不会那么容易找到 搞不好是下一个阶段才能出现的植物吧 西西登登登登关心神秘一笑 然后从戒指里掏出了一棵绿莹莹的小草 这个就是七夜幸运草 怎么样 惊不惊喜 你找到了 张晨惊讶道 算上张文文在滕乡国的分教 加上齐木国李宾玉的主教 配合上复兴营地的势力 再加上一些信徒在其他地方开枝散叶组织起来的小型分教 整个真神教的势力范围绵延一千多公里 覆盖十几座城市 已经算是出具规模了 结果真神教这么多人都没有找到的东西 竟然被关心和几个女孩弄到手了 这不由得让张晨对关心更高看了几分 其实说起来 我也就是捡了的漏 运气好罢了 之前遇到了一些真神教的教众 要攻打一处营地 听说营地首领有七夜幸运草 但是这个营地很彪悍 把真神教分教打得节节败退 本来我是不打算得罪这个营地的首领的 因为听说这个营地的首领背后的势力很强 是一个叫什么炼狱的组织 但是当我知道还有七夜幸运草之后 就略施小技 把他弄到手了 关心笑盈盈地说道 虽然他说得轻松 什么略施小技 但是能把真神教打退的营地 不论是从人数上 还是人员战斗力上 肯定都不是泛泛之辈 关心肯定是费了一番辛苦的 只不过不想让自己担心 所以才故意着说的 张辰通过关心背后的景色 看到远处的一个营地 还在冒着屡屡的青烟 估计这个就是他说的那个营地了 辛苦你了 但是以后太冒险的事不要做 猥琐发育是第一位的 而且如果什么炼狱组织的 敢来找你麻烦 你就叫我 无保证 让他们有来无回 张辰淡淡地说道 作为这一期轮回者中 等级遥遥领先的第一名 张辰有这个底气 更有这个实力 哈哈 姐妹们 你们看到了吧 我说什么来的 我们老大最讲义气了 你们应该感谢我 帮你们认了这么靠谱的一个老大 关心回过头说道 谢谢老大 老大你真好 老大 我爱你 么么的 少来 老大是新姐的 就算是论姿排辈你 也得在我后面 关心的话音刚落 整个画面里 立刻被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给挤满了 真是一群调皮的女孩 张辰微微笑了笑 爹 关心发来了交易申请 紧接着 三颗七叶幸运草 加上五颗七叶幸运草的种子就发了过来 张辰同样也在交易界面上放上了八万枚聚能金盒 然后又放了一大堆化妆品护肤品之类的上去 本来囤这些东西是打算卖个好价钱的 结果张辰发现这是自己唯一失算的地方 末世的发展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加残酷 所以化妆品这些东西就变成了奢侈品 HTTPS冒号斜杠斜杠M 穷人买不起 强者不需要 张辰存在戒指里 还占用空间 索性拿出一部分给关心等这些女孩了 交易成功 哇 这么多化妆品 还有护肤品 还都是大品牌呢 关心拿到了化妆品满脸的惊喜 胆忙将这些东西和周围的女孩们分了 对面又是一阵兴奋的阴阴艳艳的声音 少请 关心忽然一阵 瞳孔紧缩 这 这是 聚能金盒 而且是八万枚 听到关心的话 周围的女孩全都惊呆了 什么 老大给了你八万枚聚能金盒 啊 不是吧 是不是多数了一个零 多数了一个零也不少了吧 八千枚 我们搞定了一整个营地 才两千多聚能金盒 老大一口气 给了四个营地的金盒量 太牛了呀 不愧是老大 几个女孩 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道 不 不是八千 关心紧张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啊 难道是八百 但是星姐 八百和八万差距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 一旁的女孩说道 不 我说不是八千 而是八万 确实是八万枚聚能金盒 关心一脸的难以置信 陈 陈哥 这些是给我的吗 您不会是多输入了一个零吧 这相当于消灭三四十个中等营地缴获的金盒了 张晨微微一笑 说道 当然是给你的 反正我也不太需要他们了 不如把他们给更需要的人 这句话 就像一具炸雷一样 在关心脑中回响 反正也不需要他们了 这才末是第二阶段第八天 你就已经实现聚能金盒自由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三百四十二章 被冷落的配方 谢谢陈哥 这下我可有底气了 关心的眼中闪过一阵阵的金色光芒 很明显 八万枚聚能金盒让他连续升了几级 陈哥 你现在在哪 我觉得 跟你一起战斗的话 肯定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关心一双美目顾盼声波地说道 这段时间 他很努力地升级 培养自己的班底 努力地和怪物战斗 和居心叵测的幸存者战斗 然而 一共获得的金盒数量 都没有张成一次给得多 张成绝对经历了更为惊险 而且精彩的冒险 才能获得这样大的机缘 对强者的崇拜 让关心有一种 想要追随在张成身边的冲动 在这些姐妹里 他是智多星 是团队最坚强的领导 如果在张成身边 他就可以安心地做一个谋事 甚至是一个小女人了 关心胡乱地想着 嗯 会有机会的 不过 可能不是现在 滕湘国你听说过吗 张成问道 滕湘国 就是那个 有高强城市的国家 关心差一道 没错 就是那 我现在从第二座高强城市 通往第三座高强城市的地下隧道里 这些高强城市 都是由一条地下隧道连接 这里有些事情 我需要弄清楚 张成答道 嗯 成哥 你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安全 我之前也看过 关于滕湘国高强城市的视频 但是视频最后 好像有些奇怪的地方 就怕里面会有可怕的怪物 你一定要保重啊 我们还需要你的领导呢 关心关切之情 异于言表 但是这番话 说的却是半开玩笑的方式 毕竟这种话说的太沉重了 感觉不太吉利 嗯 放心好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另外 虽然你现在的级别高了 但是也不能太大意了 你在我们这一期的穿越者之中 算是强者 但是对于早于我们穿越的幸存者而言 就不一定了 张成有些不放心地嘱咐道 白汉林生性谨慎 而且他这一套点学认学的能力 绝对可以保证他轻松地跃迹杀人 但是关心的情况不同 他的战斗方式往往都是近身战 而且有时还会深入敌营 进行策反和内讧等活动 如果进入了上一期轮回者的营地的话 那结果会很糟糕 嗯 诚哥 你在说什么 什么暗红色戒指 什么上一批的穿越者 关心听得一头雾水 让你看一下就懂了 张成摆了摆手 示意雪莉走过来 后者抬起手 露出了手上的红色戒指 这竟然不止我们一批穿越者 关心惊讶地睁圆了眼睛 他身后的这群女孩们 也是面面相去 一脸的震惊 这确实是一个 可以颠覆所有人认知的重磅消息了 张成大概把情况给关心简单地解释了一遍 好在他很聪明 听一遍就理解了 而且 关心对张成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 所以 交流起来十分的简单高效 明白了 诚哥 你这么说完 我感觉 你几乎是到了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如果有需要 一定要告诉我 我还有几个幸存者追踪器 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您的身边的 关心一本正经地说道 嗯 有需要的时候 我会叫上你们的 张成点了点头 他又跟关心交代了几句 这才关掉了视频通话 接下来 张成第一时间将三颗七叶幸运草 做成了三张初级幸运卡片 虽然初级的卡片 没有终极的效果好 但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 用来保命 甚至是扭转战局 也是够用的 随后 张成有通过意识 进入了农场中 把七叶幸运草的种子 种了下去 这东西的成长只需要水和能量金河 倒是比较好养活 不一会儿 郑浩又发来了消息 首领 您现在方便吗 我现在没事 张成回复道 郑浩作为一个大型营地的首领 肯定是有点领导的架子的 但是在张成面前 他不敢摆这个架子 郑浩比较注重掌幼尊卑之序 所以说话也更正式一些 像是下属在跟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一样 是这样的 我跟您汇报一下复兴营地和真神教的发展情况 目前复兴营地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9728人 其中非战斗人员528人 战斗人员9200人 战斗人员平均实力在高级觉醒者三阶段 初级蜕变者一阶段以上的强者1200人 等级最高的强者是谭斯伯等八大护法 级别为初级觉醒者三阶段 真神教教重大概人数在28355人 因为分教在随时填充新的信徒 同时每天都有信徒在战斗时伤亡 所以人数只能估算 嗯 张晨点了点头 将近三万人的教会 恐怕是当前末世里 人数最多的幸存者团队了吧 在此之前 张晨见到人数最多的团队 是张文文的真神教分教 也有三四千人 其次才是那些原生的营地 最多也就一千多人 人数再多 就超出营地首领的管理范围了 很容易滋生滑变 叛乱 内斗 营私结党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说信仰的力量确实很可怕 另外 您之前吩咐的 要找七叶幸运草的事 目前还没有着落 但是 我记得 您之前好像跟我提过 振奋果实的事情 很幸运 我们在击溃了一片变异植物之后 发现了这个东西 是十人藤的果实 一千颗果实里 只有一颗是振奋果实 其他都是有毒的十人藤种子 目前我们一共采集到了五颗 振奋果实 张晨都快忘了需要这个东西的配方存在了 活力药剂 使用后立刻清除身体的所有疲劳 恢复到正常状态 每周最多服用一次 可在战斗中使用 109张 战斗中发动技能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值的 有了这个东西 就相当于瞬间补满所有体力值 重新再战一场 第一 郑浩发来了交易请求 同样的 张晨也放了八万枚 聚能金盒上去 双方交易完毕 张晨顾不上郑浩这边惊讶 直接结束了对话 因为他发现 列车忽然开始急刹车 速度正在急剧地降低 现在距离新兰市 还有二百多公里的距离 远着呢 前面一定出事了 343章 实验失败的克隆体 汪武 二胖从车厢里跑了过来 叫了一声 看来前面确实出事了 但是应该不是嫡系 可能是些突发状况 否则 二胖应该参加战斗了 不可能跑过来 张晨快速地穿过车厢 朝着驾驶室走去 雪莉也紧紧地跟在身后 来到驾驶室 小白正板着小脸 在控制着车速 列车已经从快要停止的状态 缓缓加速了起来 似乎是危机已经过去了 小白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车速怎么忽然降下来了 张晨问道 小白皱着眉头说道 天爱小说王 刚刚 我看到远处的铁轨上 站着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而且 我们的列车 好像刚刚从她的身上压了过去 长头发的女人 张晨很清楚 现在这种环境下 不论是见到变异生物 感染者 甚至就算是遇到什么超自然的现象 都比见到幸存者的可能性更大 怎么可能有落单的幸存者 在没有任何物资的隧道里游荡 她看了看雪莉 她几乎经历了一个完成的末世轮回 所以 见到的怪物 会比张晨多很多 然而此时的雪莉 也是一脸的迷茫 摇着头说道 我没见过什么感染者 或者变异生物 是长头发的 痛哭者一般都是短发 其他的感染体 几乎都没有毛发 而且 如果列车从她的身上碾压过去的话 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至少车身会震动一下 而且 铁轨上也会残留一些血子和残肢之类的 但是我们在车厢后面 没有任何的感觉 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张晨点了点头 雪莉说的有道理 还有一种可能 是在列车即将撞击到她的一瞬间 被她给躲开了 或者 说到这个时候 张晨和雪莉对视了一眼 脸色不由的一变 异口同声地说道 或者她现在就在车上 话音刚落 就听到车厢壁上 有一阵摩擦的声音传来 好像有说什么东西 在上面飞快地移动着 来了 雪莉掏出两把匕首握在手中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匕首上泛着盈盈的绿光 是脆过毒的武器 张晨立刻开启了绝对视线 开始扫视车顶 车厢的外侧 忽然 几天细微的能量线 出现在了她的视线里 找到了 这个家伙体内的能量这么弱 应该不是什么厉害的家伙 就见这个长头发的女人 在车厢外 快速地爬到了窗口 随后 搜的一下窜进了车厢里 刷 在张晨一年的控制下 车厢里的克隆人 瞬间向两边靠拢 将长发女人的身边 让出了一条宽敞的通路 站在驾驶室的门口 张晨可以很清晰地 看到这个女人的样子 苍白的皮肤 尖尖的指甲 头发长得 都快把上半身包裹起来了 整张脸 只露出了一个下巴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似乎是经过太久的 时间分化所致 很快 一条提示从女人的身边 浮现了出来 经过改造的实验失败的克隆体 无类别划分 它对你不构成任何危险 确实 从这个女人身上 微弱的能量流动 就能看得出来 如果动起手的话 它恐怕连一个回合都挺不住 实验失败的克隆体 不知道是什么谁的克隆体 你来了 克隆体忽然说话了 声音有些沙哑 让人听着很不舒服 你认识我 你是谁 或者 你背后的人是谁 张晨问道 我在第三研究院等你 女人没有回答张晨的问题 而是继续说道 那 你是负责来引路的吗 张晨又问道 这只是我的一个传话的工具 他们的生命周期很短 离开我身边 很快就会因为能量枯竭死掉 你还带着小白 非常好 女人侧身朝着张晨身后的方向看了看 浓密的头发下面 隐约能看到 反射着车厢灯光的亮光的眼睛 你是 徐瑞娜 能认识张晨和小白 而且在高墙第三座城市第三研究院 同时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 就只有徐瑞娜了 具体的 我们见面再说吧 我的时间不多了 克隆体说完 缓缓地朝着驾驶舱的位置走了过来 既然是徐瑞娜 那就不会有危险了 更何况 以这个克隆体的虚弱程度 就算他忽然抱起发难 也不是车厢里任何一个人的对手 女人在张晨的面前站了一会 好好端向了一会儿 然后伸手轻轻地抚摸着张晨结实的胸肌 缓缓地说道 你变得更强了 少请 他绕过张晨 在小白前面蹲了下来 柔声说道 很高兴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你是人类的希望 说完话 克隆体起身的时候 这才留意到雪莉手上戴着的暗红色戒指 他震了一下 然后对张晨说道 你一定要小心格 话只说了一半 克隆人似乎灵魂被从身体里玻璃开了一样 颓然倒在了地面上 与此同时 张晨看到他体内的能量线也彻底消失了 爸爸 这个人是谁啊 他好像认识我们 小白拉着张晨的衣角 紧张地问道 他不是害怕克隆体的样子 而是觉得 这件事情十分地诡异 能感觉到诡异 说明小白已经开始建立 基于当前世界的世界观和认知体系了 不是以前那个 见到什么都喜欢砸上几拳的暴力萝莉了 他是你的好朋友派来接我们的 我们很快就能见到你的好朋友了 张晨说话的同时蹲下身 伸手撩开了女人挡在脸前面的长长的头发 里面露出来的赫然就是徐瑞娜的模样 这个克隆体的长相比这一车厢克隆人长得更像徐瑞娜本尊 身材也很像 当然了 张晨是隔着衣服看的 还不至于扒开衣服验证一下这么无聊 此时 尸体上浮现出提示 克隆体已经死亡 无法采集 克隆体临死之前 说的小心革好像是人名 革什么 高墙第三座城市 到底谁的名字里代革这个字 344章抵达新兰市 徐瑞娜是谁 还有这克隆体事 雪莉好奇地问道 克隆体的事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徐瑞娜这件事 说起来话就长了 张晨把事情的原委给雪莉讲了一遍 嗯 竟然认识原住民 我在末世生存这么久 还只是听说过 关于原住民的传说 没想到他们没有灭绝 竟然是真实存在的 雪莉一脸惊讶地惊叹道 谁能想到一个痛哭者 竟然是原住民 因为实验失败变成的 如果他碰到的不是张晨 而是其他人 搞不好当场就被轰成渣渣了 要是这样的话 后面一系列的事 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嗯 等到了新兰市 我会给你引荐一下的 张晨笑着说道 列车继续快速地向前 中午时分 列车准时地抵达了 第三座高墙城市 新兰市 新兰市的车站 比蹦口市要大气得多 之前都是要 徒步走到隧道的边缘 然后登上列车 但是到了这里 大概是这座城市 在原住民手中时间很久 还特意修筑了车站 有等车的座椅 还有自动贩卖机 旁边还有工军队 囤住的防御工事 让张晨惊讶的是 这座城市的供电系统 竟然还能正常运作 整个站台被照得灯火辉煌的 站台上很干净 没有垃圾和杂物 当然 也没有人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偶尔有坏掉的灯管 在不停地拾按时鸣地闪烁着 让整个车站 更增添了几分荒凉感 到站了 下车吧 张晨率先从列车上走了下来 99名克隆人 也陆陆续续地站到了空地上 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自动贩卖机里的食物和饮料 都已经被买空了 墙壁上有些许早已经干涸的血子 已经发黑了 沿着出站台的指示 一路向上 楼梯上 墙壁上 随处可见干涸的血子 和已经干得看不出模样的内脏 出站台的玻璃门上 随处可见带血的手印 地面上有很多墙体的碎块 还有被炸飞的木屑 似乎在很多天之前 这里发生了一些残忍的战斗 而且极可能是单方面的屠杀 不过看这种战斗规模 也就是觉醒者之间的战斗而已 主人 这一层有活人 雪莉忽然说道 嗯 张晨一脸诧异地看向了雪莉 刺杀天赋 可以让我感知到附近的幸存者 我感知到 在卫生间里 有幸存者存在 雪莉小声说道 张晨顺势看向了卫生间的方向 果然 门口浮现出了提示 这里有一名瑟瑟发抖的幸存者 他可能会知道 很多关于新兰市的事情 你去看看 把他带过来 张晨吩咐道 好的 主人 雪莉点了点头 缓缓朝着卫生间走了过去 刚进卫生间 就听到了一声 女人尖锐的叫声 不是雪莉的 应该是那个瑟瑟发抖的幸存者 发出的声音 不一会儿 雪莉揪着头发 将一名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 从卫生间里脱了出来 后者光着双腿 在地面上无力地挣扎着 灯榻着 但是她的努力 在雪莉的绝对实力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对不起主人 她非常的不配合 我只能这么做 说完 雪莉抬起一只脚 踩在女人的后背上 防止她抱起 对张晨发动袭击 不用 她只是一个吓坏的了女人 只有体质极限的实力 张晨用洞察之眼看了一下女人 然后对雪莉说道 好的 主人 雪莉这才抬起脚 站到了一旁 末世里 谨慎为上 虽然雪莉的做法粗鲁了一些 但是动机是好的 你们是谁 你们想要干什么 是罗伯特让你们来找我的吗 但是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女人吓得缩成了一团 双手抱着膝盖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大堆 小白看着女人狼狈的样子 好奇地问道 爸爸 这个姐姐怎么不穿衣服啊 她是因为太热了吗 这 她是被人欺负了 抢走了她的衣服 张晨神色略显尴尬地答道 呀 竟然还有这样的坏人 专门抢别人的衣服 小白气鼓鼓地说道 嗯 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好人就有坏人 还有些看起来像好人 实际上是坏人 而有些看起来像坏人 实际上是好人 反正以后长大了 你就明白了 张晨看着一脸懵懂的小白 就知道自己解释得太复杂了 这些事儿需要有案例支撑 小白才能理解得更透彻一些 像这种干巴巴的说教 确实让人很难懂 哦 小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女人见张晨和其他人 并没有对自己进一步侵犯 或者想要杀掉自己的意思 情绪这才逐渐冷静了下来 壮着胆子 声音沙哑地问道 您 有吃的吗 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这里有瓶水 还有一包饼干 你先吃了吧 张晨将食物和水递了过去 女人看到水 立刻咕咚咕咚地 喝了大半瓶 然后努力地撕开饼干的包装袋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就好像吃慢一点 别人会跟他抢一样 吃了一会儿 好像噎到了 赶忙又开始喝水 不一会儿的功夫 饼前河水就消灭了得干净 就连掉落到地面上的饼干渣 他也捡起来 吃了得干净 谢谢 谢谢你 女人朝着张晨到了巨蟹 然后下意识地 用手遮挡住了敏感部位 张晨拿了一套运动服出来 让女人穿上了 这才问道 你为什么躲在卫生间里 其他幸存者呢 女人苦笑了一下 说道 我不知道 也许都死了吧 也许还活着 不过就算活着 也未必 会比死了更舒服 张晨皱了皱眉头 问道 你们是遭遇到怪物袭击了吗 女人先是摇了摇头 随后又快速地点了点头 她好像回忆起了不堪的往事 咬牙切齿地说道 算是遇到怪物袭击了 她确实是一个怪物 而且这个怪物 比其他的任何怪物 都更狡猾 也更残忍 最讽刺的是 这个怪物 还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 雪莉奇怪地问道 你们还会培养怪物 难道这座城市里 有可以制造怪物的设备 而且 你们恰好会掌控吗 女人自嘲地笑了几声 说道 和这座城市无关 是我们的问题 而且 制造怪物的东西 一直就在我们所有人的手上 你们也有 女人说着 晃了晃手中的戒指 就是这个 345张 猎杀者都市 女人手上戴的是 青绿色的戒指 和张晨的一样 也只有张晨这一批 最新的穿越者 才会有体制极限 这样的存在 其实这个实力 如果不是因为有高强保护的话 在外面根本连一天 都生存不下去 我们本来是 一批信任 在穿越的时候 穿越到了这个城市里 这里的城市 拥有持续的电力 商场里 满是日常生活用品 我们甚至以为 就是穿越到了一座空城里面 还有人猜测说 这可能是某个 整股节目的恶作剧 也有人说 可能是某个无聊的有钱人 发起的直播游戏 可能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被全世界看着呢 所以一开始 我们大家都极力地发挥出 人性善的一面 互相帮助 互相慰解 互相温暖 就假装我们现在 还在地球上一样 过着平静的生活 说到这里 女人的嘴唇忽然颤了一下 似乎是回忆起了惨痛的过往 但是没多久 有人在探索这个城市的时候 无意中进入了一个实验室 误打误撞地 打开了一道封闭的铁门 随后 无穷无尽的丧尸 从就从里面冒了出来 我们的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 为了和平相处 更没有人私藏武器 就这样 前往实验室的小队 全军覆没 蔓延出来的丧尸 立刻充满了各条街道和城市 幸存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被大肆地屠戮 幸存者的惨叫声 和丧尸低沉而恐怖的哀嚎声 以及人体肌肉被撕裂的声音 混杂在一起 整个城市里 近万名幸存者 只有一千多人活了下来 张晨默默地听着 他虽然很能理解女人的心情 但是搞不清楚 他说的这些事和刚刚说到的制造的怪物 有什么关联 雪莉也是听得有点不耐烦 但是张晨没有催促 他就只能强忍着听着 只有小白听得津津有味 就像是听童话故事一样 他见女人停了下来 赶忙催促到 天籁小说王 然后呢 然后呢 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啊 是不是跟丧尸战斗了呀 一定很精彩吧 女人苦笑了一下 说道 我们开始准备对抗丧尸的时候 已经有些晚了 变异二型感染者 变异三型感染体陆续登场 本来以我们的实力 对付普通丧尸都已经捉襟见肘了 哪还有能力对付更高级的丧尸 团队里有我们公司的经理 他就提建议说 让所有人都把击杀丧尸的金盒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把这个人的实力提升起来 能保证压制丧尸之后 再把获得的金盒还给大家 实现众人养成一个强者 再由一个强者 带动所有人的计划 雪莉摇了摇头 说道 这种计划很愚蠢 因为往往前半部分最好实现 所有人培养一个强者 大家互相制衡 而且有面子在里面 大多都不会反对 但是后半部分实施起来就难了 金盒都在强者的手里 分不分给大家 那全都在他一念之间 就算他不想分 其他人又有什么办法 女人诧异地看着雪莉 点了点头说道 确实 当初设计这个计划的时候 金盒就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将所有金盒 分成了两份 培养出了两个实力 完全相同的强者 用来互相制衡 一开始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我们的团队 不仅有强者来对抗 高级感染体 同时 我们所有人 也获得了实力上的提升 而实力提升后的我们 获取金盒的能力更强了 于是就培养 强者的速度也更快了 我们形成了一个 积极正向的循环 丧尸越来越少 幸存者的实力越来越强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着 很快 城市里的丧尸 就被清理一空 我们重新获得了平静的生活 女人说到这里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这才继续说道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 没有新的丧尸 就意味着所有人的实力 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强者永远是强者 普通幸存者 则永远是普通的幸存者 但是两个强者互相不服 都想成为团队的首领 于是他们开始了战斗 那时我才知道 原来同级别的觉醒者实力 是完全相同的 他们谁都打败不了谁 而营地的幸存者 也分成了两派 分别支持不同的强者 本来这种制衡 是早就设计好的 为的就是防止 一家独大的情况出现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 那么幸存者们 就会过上和平的生活了 毕竟这么大个城市 荣夏 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团队 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 其中一个强者 大概是因为快升级了 于是他偷偷杀掉了 几方团队的几名幸存者 晋升到了下一阶段 另一边的强者 为了不被杀死 于是也偷偷杀了几名自己团队的人 因为对方团队的成员 有强者保护 无法下手 所以 这两个强者 极具讽刺性的 竟然将枪口对准了自己人 支持他们的幸存者 本来应该成为被保护对象的幸存者 此时却成为了他们升级的工具 这些怪物 不就是 我们用戒指里的物资 一点点地供养起来的吗 他们的野心和贪婪 随着实力的成长 在不断地膨胀 最终变成了一群杀戮怪物 有些幸存者 不甘心被这么肆意地杀戮 于是也开始偷偷地杀人 不断地提升自己 一息求 能跟强者平分秋色 现在整个城市一片混乱 人们都在四处躲避 如果遇到其他的幸存者 被欺负都是幸运的 很有可能连命都没了 女人说道 看来她刚刚就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现在整个城市里 抱团的一般都是人畜无害的弱者 反而是那种独行的人 才更值得警惕 女人心有余悸地提醒道 原来我属于人畜无害的类型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 张晨黑黑一笑 说道 不管你们是什么实力 相信我 千万不要招惹那些家伙 他们杀人如麻 实力早就已经提升到了 难以想象的地步 我劝你们 还是立刻走吧 顺便带上我 女人抓着张晨的裤脚 一脸祈求地说道 强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我忽然来兴趣了 张晨微微一笑 说道 346章 消失的轮回者 本来他此行的目的就是通过击杀轮回者提升实力 在削弱轮回强者实力的同时 也能增强自身对抗新环境的能力 绿色戒指的强者 再强又能强到哪里 更何况 徐瑞娜已经明确告诉了自己 他的位置 走了这么远 眼看着真相就在眼前了 就算城里有一群可怕的怪物 张晨也会将他们的屠戮殆尽 踏着他们的血肉 走过去 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好意提醒 张晨又掏出了一瓶纯净水 和两袋面包给了女人 算作答谢 然后起身 朝着地铁站的门口走去 那你们千万别说见到过我 更别说我跟你们说过这些事情 女人不放心地嘱咐道 你这个人 哪来这么多事 再磨叽我 直接杀了你 主人要做什么用你废话吗 雪莉冷眼瞥着女人道 这充满杀意的眼神 吓得女人赶忙将一大块面包塞到了嘴里 拼命地摇了摇头 行了 就是个可怜的女人 人体极限这种实力 以后的苦难还多着呢 你就别吓唬她了 张诚淡淡地说道 没有实力 在这个末世里 就是原罪 好的 主人 雪莉点了点头 没多看女人一眼 众人走出地铁站 城市里一片凌乱 有些大楼在燃烧着熊熊的大火 有些楼的火势已经熄灭了 大半个楼都是黑的 空气中飘散着焦糊的气味 还不断地有黑色的烟灰 从天空中飘落下来 地面上到处都是损坏的汽车零件 汽车残骸 还有脱得长长的血字 和衣服碎片 就算是被丧尸侵入的城市 都没有这么破败过 好好的高墙第三座城市 被这些家伙 搞得乌烟瘴气的 看到这样的场面 张诚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这些家伙实力不怎么样 倒是很能做啊 不知道黑牛军团的人醒来 看到上次轮回 都没这么惨的城市 会作何感想 雪莉幸灾乐祸地说道 嗯 按说黑牛军团应该有人苏醒了吧 虽然黑牛军团的实力 比灵魂组织要强一些 但是也不至于每一个人 都在高级蜕变者之上吧 张诚看了看地图 确定了研究院的方向 一边走 一边问雪莉道 嗯 按说应该有我这一期的轮回者苏醒了 因为就算黑牛军团很强 但是这座城市 是由多个营地组成的 黑牛军团 不过是最强大的掌控者而已 其他营地 肯定会有一些实力比较弱的率先醒来 只要有人苏醒 就绝对不会让任由这些蝼蚁壶来的 毕竟 这里可是可以一直用到 终极末世阶段来临的庇护所 谁知道这个阶段建筑被摧毁了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建筑 雪莉达道 但是 看这个环境 似乎并没有人阻止这一切 张诚的话音刚落 就见从旁边的街道上 冲出来了一辆吉普车 车顶上环庵装着一架能量脉冲枪 几个幸存者 看到张诚身后这么一群人 而且大多数还是女人 立刻就停了下来 在一旁狂吹口哨 喂 那边的长腿妹子 过来一起玩玩吗 来吧 一起吧 跟哥哥混 哥哥能保护你们 没见过你们啊 新来的吧 知道脉冲枪的厉害吗 几个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 朝着克隆人这边喊道 看到这一幕 雪莉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点头道 确实 这很不应该 难道这些人竟然强大到 连上一届的轮回者都杀死了 张诚摆了摆手 说道 他们应该没有那个能力 这几个人 都是初级决心者二阶段的实力 至于那个脉冲枪 你会怕那个东西吗 雪莉扫了远处那些人一眼 轻蔑地说道 就算他们人数再多十倍 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脉冲枪 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张诚 那就对了 所以其他轮回者 不会被这些垃圾杀掉 那他们到底 都哪去了呢 远处 这些人还在一边起哄 一边大声地叫嚷着 爸爸 他们是想找小白去玩吗 小白一脸兴奋地问道 没有 你就乖乖地待在我身边吧 他们是在跟后面的 克隆人姐姐们聊天呢 张诚笑着解释道 哦 这样啊 小白撅着小嘴 脸上略有些不高兴 主人 我们要不要先在附近 寻找一些黑牛军团成员的下落 再去第三研究院 黑牛军团的成员 在脖子上都有牛头的纹身 一眼就能认出来 如果不找到他们 我总感觉这个城市的气氛怪怪的 雪莉从旁建议道 不用 直接去目的地 等和徐瑞娜会合了再说 如果这个城市里真的有什么问题 徐瑞娜肯定比我们清楚 张诚说道 张诚和雪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根本都没去搭理那些叫嚣的幸存者 毕竟没有人在走路的时候 会被一只蚂蚁拦下来 远处那些幸存者 见张诚等人不但不搭理自己 反而还在快速地向前前进 看样子似乎是想要逃走 哈 蠢货 你以为不搭理本大爷就没事了吗 大哥 那个长腿妹子不错 要不我们先抢过来 好 就这么定了 还有队伍后面的那个玉姐 我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 兄弟们 上了 几个人大声尖叫着 然后调转车头 朝着队伍的后面就冲了过去 一名幻化成小女孩形象的克隆人 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张诚的指示 忽然停了下来 缓缓迎着吉普车走了过去 老大 这有个小女孩 小女孩你都不放过 不 我的意思是 我们转过去 嘿嘿 吉普车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踩足了油门 加速冲向了小女孩 哈 好玩的来了 喷的一声巨响 吉普车和小女孩 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让车上的幸存者 惊骇的一幕发生了 小女孩纹丝未动 吉普车却像撞到了巨石一般 车头瞬间塌陷 零件和撞碎的保险杠 擦着小女孩的皮肤飞了过去 竟然连一丝划痕都没有留下 随后 整辆吉普车 以车头为原型 画了个半圆 重重地翻在了小女孩的身后 347章 实验室里的恶魔 这场翻车 直接将车上的四个人 甩飞出去一个头不着地 以觉醒者的身体素质 肯定死不了 但是也摔得很狼狈 朕晕了一个 其他两人被卡在了车里 动弹不得 满脸的惊骇 这怎么可能 这个小女孩的实力 竟然在高级觉醒者之上了 如果一个小女孩都这么强的话 那这个团队得强成什么样 没等他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小女孩猛然高高跃起 借着重力 狠狠地踩向了翻车的车顶 一下 两下 三下 眼看着吉普车的驾驶舱 再一点点被踩扁 踩扁 踩得只剩下几十公分厚度了 鲜血顺从车门和车窗的缝隙 鼓鼓地流淌了出来 不用想 里面的人已经无了 而且过程肯定很惨烈 鬼啊 被甩飞的幸存者爬起来 大叫着朝来时的方向跑了过去 克龙人看了看逃跑的幸存者 没有去追 转身回到了团队里 继继继续向前走去 张晨是故意放走这个家伙的 如果这里所谓的强者有点血型 就联合起来 一起找自己麻烦 刚好自己能一口气 将这些害虫统统消灭 胜着到处去找那么麻烦了 如果这些强者 其实就是欺软怕硬之徒 知道张晨实力强悍之后 就不敢露头了 那样更好 省着总有不知死活的蝼蚁 出来捣乱 总之是一举两得的事 队伍继续一路向前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两边的街道上 忽然出现了牛头的涂鸦 是黑牛军团的人 雪莉紧张地说道 这些涂鸦不是简单的图案 每个图案细微的差别 都在向军团的其他人传递信息 之前灵魂组织抓到过一个黑军军团的人 浑屎通过催眠术 榨取过他脑中的情报 还给营地里的一些强者 都普及过这些信息 我也有幸学到了一点点 这番话说完 张晨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他的关注重点 完全不在这些图案传递的消息上 而是在浑屎两个字上 张晨这是第二次听到 浑屎这个名字了 好像是灵魂组织的重要人物 而且他竟然还会催眠术 难道是精神控制系的强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将来面对的时候 得提前做一些准备 目前的张晨 可以说是肉体和能量体无敌 但是对于精神类的攻击 防御力依旧十分的薄弱 雪莉在墙壁上的涂鸦看了看 结合自己学到的东西 分析了一下 很快就再次跑了回来 回报道 主人 我大概分析出了墙上信息的意思 虽然有个别的内容缺失 但是大概意思差不多 上面好像是说 所有苏醒的幸存者 立刻到实验室集合 将恶魔击杀在萌芽之中 实验室 恶魔 张晨打开电子小地图看了看 这个城市除了有第三研究院之外 并没有额外的度压实验室 大概从这里开始 度压实验人员就从地下转入了地上 成为了光明正大的基因学派和进步派 因此 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的 有可能这里所说的实验室 就在第三研究院里面 M 但是 要杀萌芽中的恶魔又是什么 张晨问道 雪莉轻轻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了 也许是这些轮回者苏醒后 无意中发现了某个 在末世后期 会对幸存者造成严重威胁的恐怖存在 所以 趁着他的实力被削弱的情况下 联手将他击杀 这样以后就会减轻生存压力了 张晨点了点头 应该是什么回事 而且 这个东西 很可能就是徐瑞娜口中所说的格什么 算了 与其猜测不如快点前进 反正到了第三实验室 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二研 张晨喊了一声二胖 王武 二胖意会 瞬间变成了大体型状态 这 这个家伙这么大 雪莉满脸震惊地说道 上来吧 张晨率先跳了上去 然后是小白 怀里的位置是小白的专属 他撒娇似的 依偎在张晨怀中 一脸的幸福 雪莉最后跳了上去 坐在张晨的身后 双手轻轻抱住了张晨的腰 出发 好 二胖开动了玛丽 扬起爪子狂奔了起来 马路很平整 没有遭受到变异植物的侵袭 所以二胖跑得很快 身后的克隆人也改变了行径方式 加速冲刺了起来 很快 一行人就来到了第三研究院 这个建筑群的位置很特殊 周围是一个人工湖 四面环水 只有一条大桥通往研究院 这样的布局 感觉更像是监狱或者是堡垒 不太像是研究院该有的样子 大桥门口的 有能量屏障保护的大门 已经被攻破了 再往里面看去 研究院门口的防御炮台 也被拆成了废铁 看来这群幸存者的实力不俗 而且是有备而来的 徐瑞娜跟这些亡命之徒 以及恐怖的怪物在一起 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们上 张晨几个顺善 率先来到了研究院的门口 里面也是同样一片狼藉 所有的防御措施都被摧毁 十几公分后的大铁门 也被轰得稀烂 这样也好 只要顺着破坏的痕迹找 就能找到所谓的实验室 张晨在研究院错落的走廊里 穿梭了一阵 一路上所有的岔路 走廊都有克隆人守卫 方便走错路的时候 他们作为路标指引方向 最终张晨来到了一扇大敞开的门前 上面写着 终极体验揪实验室 应该就是这里了 呼 张晨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地走了进去 刚一进门 整个空间的气温 瞬间降低了十几度 感觉有些阴冷 实验室的空间 比想象的要大很多 举架有五六层楼高 十分的宽敞 远处镜头的操作台 几乎就是一个小点 要不是张晨开启了绝对视线 正常人只怕连操作台都看不到 两边都是巨大的玻璃罐子 有些里面装着的是长头发的徐瑞娜的克隆体 有些罐子里的东西 已经畸形恶心得看不出本体的样子了 还有些罐子被打碎了 绿色的液体 流得满地都是 这些罐子 足足有上百个 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实验室里 再往前走了十几米 旁边罐子的下面 赫然出现了一具炸裂的人体残骸 上半身出现了一个大洞 只有一条脊柱 艰难地连着下半身 内脏和肉身都炸没了 脖子上面的头颅仿佛要裂开了一样 有淡淡的蓝色能量流从皮肤的裂纹下面 缓缓地流淌着 这种死法 有点像神圣光辉导致的 但是死相可比那一招也凄惨得多 暗红色戒指 黑牛纹身 队长标记 这至少是一个高级蜕变着二阶段的轮回者 雪莉表情凝重地说道 348章 让人站立得恐怖存在 看到这个尸体 雪莉的脸色瞬间变成凝重了起来 之前我就听说过 黑牛营地的战斗人员 随便一个都是高级蜕变着一阶段以上的存在 队长的实力更强 就算按照最低标准 他的实力也应该再是高级蜕变着二阶段 肯定有黑牛营地提前复活的成员 用大量的金盒给他充能 让他提前苏醒了 但是没想到 像队长级这样强大的存在 竟然也折损在了这里 这里的恶魔的实力 实在是强大的可怕啊 张晨认真地端向了一下尸体 很快一行提示浮现了出来 身体吸收过大量超负荷能量 导致体内能量核心炸裂 该尸体无法采集 好好的一个高级蜕变着二阶段 那么多超能金盒竟然不能采集 实在是太可惜了 但是 这个恶魔到底在哪呢 张晨开启了绝对视线 目光缓缓地扫过实验室的每一个角落 目光锁过之处 玻璃罐子变成了透明 遮挡物以及它后面的物品 也全都逐渐地显示出了清晰的轮廓 前方不远处 一排碎裂罐子后面的地面上 躺满了尸体 这些尸体的死相和刚刚的 这位黑牛营地的队长一模一样 全都是身体从能量核心的位置开始炸裂 大半个身子全都炸没了 残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这些应该就是提前苏醒的轮回者 他们全都聚集在了这里 来镇压某个可怕的怪物 结果全员在这里惨死 张晨又向另外一个方向扫射了一圈 终于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能量流动正常的生命体 还有活人 张晨没有立刻冲过去 而是再次在实验室里扫射了一圈 确定那个可怕的怪物 没有在实验室里 这才和命令小白和二胖守在门口 自己和雪莉 缓缓地朝着幸存者的方向摸索了过去 是一名二十岁出头的男人 正蜷缩在角落里 吓得瑟瑟发抖 在他身边不远处 有一地的蓝色碎块 这些碎块和尸体爆炸又不一样 它们的材质更像是石头 而不是血肉 主人 您真是厉害 实验里充满了生物能量 连我的侦察技能都被干扰了 您是怎么发现 这里还有活人呢 雪莉一脸惊讶地问道 张晨没有回答雪莉的问题 转而问幸存者道 这个怪物在哪 幸存者把食指放在唇边 瞪着双眼 紧张地捏着嗓子说道 嘘 小点声 千万别让他听到了 随后 他喃喃自语地低声说道 我就知道我们不应该来的 我们不应该来的 这下全死了 全都死了 雪莉皱着眉头说道 真是个废人 在末世生存这么久 内心还这么脆弱 亏我还以为黑牛营地的每个人 都是意志坚定 强大的战士呢 张晨再次环顾四周 整个实验室都已经被彻彻底底地扫尸了两遍了 除了一地的尸体和这名幸存者之外 没有徐瑞娜 也没有那个怪物的影子 怪物可能不在这里 但有可能还在研究院里 雪莉 你和小白一组 二胖 你在研究院的门口 守着 狭窄空间不适合你战斗 其他人两人一组 剩余的一名克隆人 守在实验室的门口 张晨说道 好的 雪莉点了点头 朝着小白招了招手 两人窑窍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在了走廊里 克隆人很有默契地两两一组 自动进入到不同的房间里 开始一尖尖地搜索 按说能杀掉这么多轮回者的怪物 肯定也能觉察到 有外人闯入了 但是 他为什么一直不肯现身呢 还是说 他在等待某个时机 就在张晨思考的时候 忽然 整个房间的气温 似乎有骤降了几度 张晨甚至能看到 从自己口中吐出去的哈气 与此同时 一股不安的感觉 从张晨的四周 缓缓升了起来 他 他 他来了 跑 求求你带我一起跑 千万不要和他战斗 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那男人双手死死地 抓着张晨的手臂 苦苦哀求道 此时张晨才发现 男人的双腿 已经均裂出一条条的缝隙 淡蓝色的光芒 从缝隙中隐隐透了出来 而且 男人体内的能量流 也在快速地变粗 能量核心 闪耀出更加闪亮刺眼的光芒 他不仅无法自行移动 甚至随时都有暴体 而亡的危险 什么情况 张晨猛然一抬头 就见 一只类似八爪鱼一样的怪物 凭空出现在了实验室的天篷上 八条腿 全都扩展开之后 足足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 一颗巨大无比的眼球 几乎占据了整个身体 他在快速地转动着 似乎在计划着什么 也似乎是在审视着张晨这个新的猎物 他身上流动闪烁着的能量流 比张晨之前 见过的任何能量流 都更加璀璨 纯净 能量流的强弱 代表个体实力的强弱 而这个家伙的实力 非常强 刚刚张晨明明把整个实验室 都扫视了一圈 包括地板下面 天花板的通风管道里 甚至连隔壁房间的情况 都看了个大袋 确定没有任何的能量流动 然而这么大的家伙 竟忽然凭空 就冒了出来 张晨正准备凝视他 等待提示出现 旁边的幸存者 忽然扯着嗓子大吼道 千万别看他的眼睛 他会把你变成石头 然后炸成碎块 就像他们一样 倒不是他 对于张晨这个陌生人 有什么好感 而是因为他很清楚 只有张晨击败了怪物 自己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如果连张晨都失败了 那么自己 就注定难逃劫难了 听到这句话 张晨赶忙把目光 从巨大的眼球上 移到卷曲蠕动的触角上 很快 提示缓缓浮现了出来 名称 格罗莫斯 级别 终极变异生物 当前成长阶段变异V阶段 拥有操控生物能量的强大力量 技能 水晶凝视 与之对视超过三秒钟 将会定身在原地 持续三秒钟 该效果随着格罗莫斯和幸存者之间实力差距的增加增加 能量灌注 将大量的汹涌狂暴的生物能量注入到目标能量核心处 导致其超负荷运转 从而从体内爆炸 空间行走 格罗莫斯可以在任意一个平行空间之内穿行 冷却时间一小时 这个技能同时让格罗莫斯可以随心所欲地吸取释放平行空间的生物能量 死亡锐变 每次死亡都会让格罗莫斯直接重生 且变异等级提升一级 直到进级到终极变异形态 强大的空间能力保证格罗莫斯的成长蜕变 无视漠视对怪物等级的压制 张晨此时终于知道 徐瑞娜口中所说的格式格 什么东西了 349章 无限再生加无限能量等于无限恐怖 一只大眼睛的八爪鱼 而且死了还能无条件复生 复生后实力更强 就凭他那些变态的技能 如果到末世终极阶段 他也成长到末世终极形态的话 确实很难有幸存者是他的对手 所以黑牛营地的人才会在苏醒的第一时间 想要将他扼杀在摇篮里 一开始他们可能处于绝对的优势 对付一个变异I型 或者二型三型这样的变异生物 妥妥地处于优势地位 但是格罗莫斯每被杀一次 就会复活一次 而且变得更强 这让黑牛军团完全搞不清楚 应该如何将他彻底抹杀 而且格罗莫斯不可能傻站着不动 肯定是要还击的 如此 黑牛营地的幸存者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如果不杀掉格罗莫斯 就要无休止地和他打下去 但是的体力和能量终究是有限的 一旦体能消耗殆尽 最终还是会死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杀掉格罗莫斯 然而重生的格罗莫斯会变得更加强大 从而更轻易地杀死黑牛军团的轮回者 就这样 他们从攻击格罗莫斯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必死的结局 幸亏张尘有提示 在战斗之前就了解了对方的特性 否则的话 强悍如张尘 也会步入黑牛军团的后尘 估计 格罗莫斯的一条触手 猛然间朝着张尘抽打了过来 速度极快 还加着一股进风 杀死他肯定是不明智的事情 以张尘的实力 击杀个变异V型也许没有问题 但是当他升到变异六型 那就不好说了 等他升到更高级形态 双方实力进一步扩大 那时候 就算张尘就算有终极幸运卡在手 恐怕连攻击都来不及 就已经被格罗莫斯干掉了 不能杀死 但是没说不能弄残废了你 张尘猛然抽出千股刀 身形一闪 刀锋一横 刷 触脚被砍掉了半米多长 还行 在纯粹属性能力方面 张尘对比这个变异V型的怪物 还是有优势的 咕咕咕咕 格罗莫斯发出一阵诡异的叫声 随后 一道蓝色的能量光束 朝着张尘击事来 瞬闪 张尘瞬间从原地消失 再下一秒 直接出现在了格罗莫斯的身边 千股刀迅速挥动了两下 再次斩断了他的两条触手 现在他的触手只剩下了五条 有三条死死的粘在天花板上 保证身体不会跌落下来 另外两条继续朝张尘发起了攻击 似乎也没有想象的可怕嘛 张尘心道 他快速地挥动着千股刀 再次将这两条触须也全都斩断了 天籁小说王 与此同时 触发了千股刀的强化属性 额外的两个张尘的幻影 出现在了半空中 随着张尘稳稳地落在地面上 身边的连个幻影也落在了张尘的旁边 格罗莫斯的眼球 散发了一阵蓝色的光芒 但是这次没有释放出射线 而且将能量重新注入到体内的能量流中 不一会儿 被斩断的五条触手从伤口处 快速地延伸出蓝色的触手型的能量 随着蓝光消散 五条实体触手重新长了出来 没用的 这个家伙是不死的 而且还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让你早点跑 你不跑 这下我们死定了 贪坐在地上的幸存者大声地抱怨道 原来是这样 张尘恍然 这个格罗莫斯是个纯粹的能量体生物 它的整个身体也都是由能量构成的 只要能量一直存在 它就会无限制地再生下去 一般变异生物或者幸存者 在发动攻击或者技能之后 体内的能量流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 技能不能无限制持续释放的原因 当体内的流动能量消耗殆尽 自然就无法释放任何的技能了 但是格罗莫斯的能量来源很奇怪 在重生触手的时候 体内的能量没有丝毫地减少 而是在重生的一瞬间 从大眼球的位置忽然凭空多出了蓝色的能量 然后 它只是负责将这些多余的能量运送到伤口处而已 而这些额外能量的来源 就是提示上所写的 格罗莫斯可以从其他平行空间吸收能量为己用 如此就相当于格罗莫斯拥有无限的能量来源 不能杀死 还不能制残 这特么有点离谱啊 哇 又一道能量光束砸了下来 张晨迅速向后退去 两边的幻影也做出了规避的动作 能量光束再次砸空了 这些能量是纯粹的可吸收能量 所以对周围的环境没有造成丝毫的破坏 击空的能量就这么弥漫在空气中 这也是一开始导致雪莉的侦察技能失效的主要原因 得像个好办法 张晨新面移动 两个幻影朝着格罗莫斯七身而上 张晨本体则站在地面上 仔细地观察着格罗莫斯的战斗方式 想要从中寻找到可以克制他的方法 没用的 除非将这个家伙彻底地困住 否则他就会无休止地和你战斗下去 而且嗨嗨 而且周围的空气生物能量密度过高 会导致人体内部的生物能量流逝 在这里越久 嗨嗨 你就会越虚弱 男人的一双小腿已经裂成了碎块 散落在地面上 蓝色的军裂还在不断地沿着大腿 向上蔓延着 将这个家伙彻底困住 这句话忽然提醒了张晨 有办法了 此时 跟格罗莫斯战斗的两个幻影 因为本身只有张晨30%的战斗力 很快就被格罗莫斯击败了 一个幻影被他的触手拍得消散在半空中 另外一个幻影中了能量光束 瞬间变成了一朵小型的烟花 炸裂开来 就是现在 张晨趁着格罗莫斯的攻击 刚刚结束的空荡 猛然瞬闪到他的身边 伸出手指 在他的大眼球上 飞快地点了一下 点穴 张晨在下面观察的时候 发现 就算是末世的终极怪物 也如同白汉林推测的一样 拥有相同的穴位和能量流动 虽然位置不同 体型不同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张晨找到了 他练习得最为熟练的 可以知变异生物瘫痪的穴位 猛然点了下去 350张 喂 张晨的死地 格罗莫斯的大眼球上 就有很多的穴位 几乎他身上所有的穴位 全都集中在了这里 张晨这一指 看似随意 但是失之毫厘 妙以千里 就在他的指尖 和格罗莫斯的大眼球 碰撞到一起的同时 从后者的眼瞳中猛然射出一股强烈的能量射线 张晨早就防着他这一手了 在点穴的同时 已经把蜘蛛女王卵挡在了胸前 嗡 纯净的蓝色能量 狠狠地射向了张晨的身体 然而 在经过蜘蛛女王卵的旁边时 瞬间发生了偏移 所有的能量 全都不折不扣地 被吸进了蜘蛛女王卵的暗红色褶里 蜘蛛女王卵 当前孵化进度48% 格罗莫斯随意地一击 伤害竟然赶上之前那个能量系天赋 蜕变者在火力全开情况下的伤害了 被击中穴位的格罗莫斯 身体一软 八条触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与此同时 他那巨大的身体 也从棚顶轰然落下 搞定了 张晨一喜 然而 还没等他脸上浮现出笑容 随即打惊 因为他发现 戳中格罗莫斯的手指 竟然收不回来了 就像粘住了一样 张晨随着格罗莫斯巨大的身体 一起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 更让张晨吃惊地在后面 格罗莫斯的身体 就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正在沿着张晨的指尖 稀疯狂地收着他体内的能量 张晨能够清晰地看到 自己体内的蓝色能量 正在如同瀑布一样 汹涌地朝着格罗莫斯的身体 涌了进去 M 而这些涌进去的能量 在缓缓集中到格罗莫斯眼球中心位置的时候 猛然间就消失不见了 此时提示缓缓从张晨的指尖旁边浮现了出来 格罗莫斯的身体 此时就是一个将你和平行世界连通的管道 你体内的能量正在通过这个管道 源源不断地倾泻到异世界之中去 张晨记得提示之前介绍过 格罗莫斯拥有在多个平行空间转移能量的能力 如果持续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张晨就会因为体内的能量枯竭 最终和徐维娜的那个长发分身一样的下场 但是张晨现在浑身上下 也使不出半点的力气 体内的能量已经不受自己的控制了 现在想动一下手指都很艰难 So 门口的克隆人瞬间出现在了张晨的身边 张晨在当前虚弱的状态下 意念力沟通的范围也大幅下降 这个克隆人是他唯一能够操控的援兵了 捅爆他的瞳孔 张晨直接命令道 既然能量是通过瞳孔的位置 实现的未面迁移 那么只要破坏了这里 自己就能得救了 克隆人接收到命令 猛然抬起了自己右手 五指并拢 如同刀子一样 狠狠地朝着格罗莫斯巨大眼球正中央的瞳孔插了过去 后者现在处于瘫痪状态 无法做出任何的动作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克隆人的手指 狠狠地插了进去 噗哧 蓝色的液体从眼球的伤口处喷涌出 格罗莫斯的身体痛苦地扭曲着 颤抖着 体内的能量线也出现了波动 成功了 张晨紧张地盯着格罗莫斯 只见格罗莫斯的身体颤抖了几下之后 从张晨身上吸取的蓝色能量 无法通过瞳孔进入平行世界 但是却缓缓聚集在了瞳孔处 很快 瞳孔就利用张晨的能量再生了出来 随着瞳孔的恢复 克隆人体内的能量流也在飞速地流逝 因为 它攻击的刚好是能量迁移的核心位置 所以 能量流逝的速度比张晨要快得多 才短短十几秒钟的时间 克隆人体内的能量流就快速暗淡了下去 最终连同能量核心也失去了光芒 彻底地熄灭了 整个人脸色灰暗地倒在了地上 此时 他的手才能从格罗莫斯的瞳孔中抽离出来 克隆人死了 张晨看着瞳孔涣散的克隆人 仿佛就看到了几分钟之后的自己 此时其他人都在搜索研究院 偌大的研究院 想要把每个房间 每个角落都搜索一遍 至少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等他们搜索完房间再回来的时候 只怕张晨的尸体都已经凉透了 怎么办 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想个办法 张晨将目光看向了旁边坐在地上的男人 这个人竟然不见了 原本他坐着的地面上 残留了一堆蓝色的碎块 碎块一路向门口的方向延伸了过去 在距离门口 还有不到十米的距离位置 男人艰难地拖着上半身 在努力地向外爬行着 双腿已经彻底地化成碎块 散落不见了 喂 快回来 我有办法可以让我们全都摆脱困境 张晨朝着男人努力地大喊道 但是因为能量的流失 他用尽了全力 也只不过发出了极其微弱的声音 幸而实验室的环境足够安静 即便这么微弱的声音 也足够让男人清晰地听见了 你能有什么办法 少骗我了 你不过就是想拉着我一起送死罢了 我才没有那么蠢 会让你抵挡 男人说着 向外爬行的速度更快上了几分 我 我没有骗你 现在格罗莫斯没有防御能力 你只需要用武器捅爆他的眼睛 就不会被吸收能量 我也可以 趁着他重生的时候 全身而吞 我保证会带你 一起 离开这里 张晨说到最后的时候 已经是气喘吁吁 额头上渗出了一层层的汗珠 体内的充沛的蓝色能量 正在逐渐变得纤细 暗淡 他的时间不多了 哼 我杀了他 之后 你把我留下拖延时间 自己逃走 我早就看穿你的把戏了 你们这些轮回者的智商不太行啊 我现在唯一的活路 就是在你死之前 能爬多远 就爬多远 我爬得越远 生存的胜算 就更大一些 男人口中说话 手上却不停歇 说话的功夫 已经快爬到门口了 你 你这个傻逼 张晨耗尽身体最后的力量 无奈地骂了一句 随后 体内的能量在逐渐地抽离 能量留在逐渐地暗淡 能量核心 也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量 世界仿佛正在离张晨远去 351张 晋升 神 二阶 张晨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最后一丝核心能量 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然而 这一线渺小的能量 根本无法和指尖传来的巨大吸力相抗衡 也在缓缓地脱离核心而去 此时 一个身穿着旗袍的女人 踩着高跟鞋 一步步地从门口缓缓地走了过来 在地上爬行的男人 见到这个女人的面孔 瞬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下意识地双手护住了头部 但是女人压根没有理会她 而是迈着优雅的步子 腰肢随着步伐有频率地扭动着 静止从她的身边走了过去 女人走到格罗莫斯的身边 缓缓地抬起了右手 那不是人手 而是一个锋利无比的爪子 就在她的爪子即将切下去的一瞬间 忽然 格罗莫斯的身体剧烈抽搐了起来 八条触脚不受控制地卷曲了起来 仿佛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硕大的眼球在不住地快速地转动着 就像是陷入了可怕的梦魇之中 蓝色的血丝沿着血管 快速地充满了白色的眼珠 肉眼可见的浓郁的蓝色能量 飞快地涌进了格罗莫斯的瞳孔中 随后 一股明亮纯净洁白的能量 取代了蓝色能量 充斥在格罗莫斯的每一根血管之中 这股能量紧随蓝色血液之后 涌进了瞳孔之中 然而每到一秒钟 洁白的能量再次从瞳孔中退了回来 随后是蓝色的能量 能量流动发生了逆转 原本从张晨身上 通过格罗莫斯 源源不断流入平行世界的能量 此时竟然开启了反向流动 平行世界里的能量 正在不断地通过格罗莫斯 涌回到张晨的身体里 这时 女人惊讶地睁圆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 涌入到张晨的身体里 张晨猛然睁开了双眼 眼神中充斥着一缕缕纯净白色的能量 浑身仿佛笼罩在一层圣洁的光辉之中 张晨之前在开启绝对视线的时候 就对照着镜子看过自己 他的能量金河 除了连通四肢百骸之外 还有一股白色的能量 连着储物戒指里的陨石核心 就在张晨的能量核心 即将熄灭的一瞬间 陨石核心的巨大能量 从戒指中汹涌而出 冲进了原本能量核心的位置 并替代了能量核心 如今的张晨就相当于是陨石核心本身 如果说之前张晨只不过是拿到了陨石核心 那么现在 他总算是实现了和陨石核心的初步融合 体内的能量流被陨石能量焕然一新 湛蓝色变成了纯净明亮的白色 我感觉自己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张晨缓缓说道 随着他低着头 审视着自身 一星提示缓缓浮现在了身边 神 二阶 Midot 高级蜕变者一阶段 体内流淌着陨石核心的纯净能量 所有属性提升百分之二百 能量攻击类技能杀伤力提升百分之一百 对灵魂燃烧和能量屏障等辅助类能量技能无加成 获得唯一辅助剂 使徒改造 并获得五百点改造点 使徒改造 可以看到对方对自己的忠诚度 且能对绝对忠诚于自己的生命体 忠诚度大于95 进行强化提升 使其实力 天赋 技能等大幅提升 咒 一 当使徒对改造者的忠诚度低于绝对忠诚时 改造能力自动消失 二 同时获得能力 拆解 每次击杀使师及天赋以上的幸存者 或拥有特殊能力的变异V型以上的怪物 都有几率拆解目标的能力 并获得改造点 呼 张晨长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刚刚从生死边缘走了一遭 重获新生后 他的实力更强了 不 张晨缓缓地收回了手指 中断了异世界向体内涌入的能量 这些能量并不能被身体直接吸收 还需要陨石核心释放能量来中和 实在是没什么用 此时的格罗莫斯 彻底地被点穴瘫痪了 一股纯净的白色能量聚集在穴位处 让格罗莫斯无法行动 张晨凝视着穴位上的白色能量 很快提示再次浮现出来 当前能量组织距离被冲破 剩余75小时22分钟35秒 点一下就足够格罗莫斯瘫痪三天 感觉还不错 反正他被瘫痪了 只要不死就无法升级 而随着自己的实力提升 控制他的时间必然会越来越长 这样一个无法被战胜的终极怪物 就这么被战胜了 张晨抬起头 这才留意到站在他面前的身条曼妙的女人 徐瑞娜 好久不见 张晨笑着打招呼道 没想到竟然能够驾驭陨石能量了 徐瑞娜一脸诧异地说道 大概是运气吧 张晨微笑着说道 同时他也略微地感到诧异 因为徐瑞娜竟然可以张口说话了 而且声音很好听 有点欲解音的感觉 上次见面的时候 他也不过是仅仅恢复了神志而已 是运气 但也是必然 如果你没有在末世的第一阶段 果断地去拿取陨石核心 那么你今天就必死无疑了 你体内有多少能量 也不够格罗莫斯吸取的 因为你面对的 不是一个变异V型的怪物 而是他所连同的另外一个世界 生物能量的特性是能量小的 会被能量大的所吸引 你的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有一个世界的能量强大 所以 你注定会被吸干 但是陨石能量的出现 逆转了局面 让平行世界的能量涌向了你 徐瑞娜看向张晨的美目里 充满了羡慕和惊讶 还夹杂着几分好奇 呃 张晨可不喜欢徐瑞娜这种好奇的眼神 因为他能深切感受到 徐瑞娜好奇的不是张晨本身 而是出现在张晨身上的奇特现象 这就像是一个科学家 对某个长相奇怪的小白鼠 产生的好奇是一样的 张晨至今还记得徐瑞娜视频里 用来做实验的第一只小白鼠的下场 徐瑞娜的爪子 狠狠地插进了格罗莫斯的身体里 拖着他走到了一个特制的玻璃罐子前 轻盈地控制着爪尖 在上面轻轻地敲击了几下 似乎是在输入设置 很快 罐子打开 他随手就将体型硕大的格罗莫斯扔了进去 从旁边缓缓浮现了出来 装有格罗莫斯的变异生物储存罐 作为进步派的科技产品 可以连通里面包含的生物 一起存入进步派武器库中 352张 强大的进步派科技 这个罐子 可以连通格罗莫斯 一起装进进步派的武器库中 张晨稍微诧异了一下 随后立刻伸手 轻轻触碰了一下罐子 秀 整个罐子瞬间消失了 下一刻 直接出现在了张晨戒指中的 罕式MateDot 进步派武器库中66200 装有格罗莫斯的罐子 直接占据了10个的空间 在张晨审视进步派武器库的时候 提示再次从 装有格罗莫斯的进步罐旁 缓缓浮现了出来 格罗莫斯拥有跨越空间的力量 所以在武器库中 不受时间停止的压制 瘫痪时间会随着时间的自然推移而减少 好家伙 这个家伙真是够变态的 感觉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压制它了 不过也好 存起来可以当能量电池用 抽空可以让它发挥发挥余热 给蜘蛛女王的卵充充电 让它早日孵化出来 看着消失的禁锢罐 徐瑞娜先是一阵 然后点了点头 笑道 这样也好 这个东西留在实验室里 终究是个祸害 禁锢罐虽然可以暂时禁锢住这个阶段的它 但是禁锢罐却无法抵挡外界的攻击 只要禁锢罐在这里存在一天 格罗莫斯就会有被释放出来 并且进化到终极形态的危险 谁知道那些轮回者都经历了什么 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真是无法想象他们的想法 徐瑞娜缓缓缓地在一个个禁锢罐旁边走过 锋利的爪子轻轻在上面划过 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看来她对自己爪尖力量的精细控制 再次提升了 已经提升到敲击键盘 甚至抚摸而不造成伤害的程度 这也意味着她的实力大幅地提升了 格罗莫斯是被释放出去的 你的意思是 这个家伙原本就被困在实验室里 张晨从徐瑞娜的口中捕捉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嗯 徐瑞娜轻轻点了点头 我查看过这里的实验研究记录 这里是进步派的两个核心实验室之一 这里拥有十分先进的设备 可以对变异生物进行禁锢 组织DNA提取 甚至利用它们的基因 对攻击性比较弱的变异生物进行改良 甚至干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物种 格罗莫斯并不是刚刚那个怪物的名字 而是那一类怪物的名字 它们都是拥有一个巨大的眼球 八条触角的可怕怪物 同样都拥有空间穿梭的能力 张晨记得格罗莫斯身边的提示 确实这个家伙能进行空间穿梭 每次穿梭之后需要冷却一个小时的时间 徐瑞娜见张晨对自己的阐述 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震惊 不由得有点诧异 于是继续说道 对于进步派科学家来说 一个拥有空间穿梭能力的变异生物 就相当于是一个活体的虫洞制造器 于是它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满是怪物的恐怖森林中 抓到了一只刚刚诞生不久的格罗莫斯 并把它安全地送回到了实验室里 也正是因为对这种生物的研究 让进步派在科学技术上 尤其是空间技术上实现了巨大的突破 徐瑞娜的话音刚落 整个人瞬间原地消失 下一秒直接出现在了实验室的门口 这是顺闪 张晨一脸惊讶地说道 嗯 对于轮回者来说 这个能力可能是叫这个名字 但实际上 这就是空间能力的利用 只不过这个能力我掌握得还不是很熟练 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地抵达我想要到的地方 但是你们轮回者就可以通过手上的戒指 很轻松地控制这个能力 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 徐瑞娜再一次发动顺闪 只不过这一次没有回到张晨身边 而是向前又传送了五六米的距离 他迈着大长腿 缓缓地走了过来 双手捧着张晨戴着戒指的左手 想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 满眼倾线地说道 https冒号斜杠斜杠M 进步派通过成千上万的度压实验室 上百万的科研人员分门别类的 对变异生物和感染体的研究 并且将所有的实验数据和资料整合在一起 最终实现了技术爆炸式的飞跃 人类的技术 在短短几年内的创新和发现 远远超出了近百年所有技术成果的十倍 还要多 只可惜 我没能赶上这次技术飞跃 被困在痛哭者体内的这段时间 我实在是错过了太多 太多 徐瑞娜无不遗憾地说道 我们的技能都来自进步派对 变异生物的研究 那说明这个戒指 也是进步派弄出来的 我们这些轮回者的穿越 也是进步派造成的了 张晨似乎终于找到了答案 急切地问道 这个戒指 肯定是进步派的产品无疑了 但是至于你们的穿越 是进步派采取了某种手段造成的 还是这个世界的生物能量太过强大 将临近的平行空间不断地吸引 最终吞噬所造成的这一点我不清楚 幸亏这一次遇到了你 才让我有机会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从现在开始 我会一点点地把进步派的秘密 全都挖出来 包括 我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以及那些克隆人是怎么回事 徐瑞娜说着 伸手指了指罐子里 被禁锢着的一只长头发的克隆人 这个克隆人的身材比例和容貌 与徐瑞娜几乎是一比一的复刻 比张臣拥有的克隆人大军 还要更贴近徐瑞娜本尊 这确实是很奇怪的事 那么多科研人员 进步派为什么不克隆别人 而是追着徐瑞娜一只羊 使劲地薅羊毛呢 而且还变着法的克隆 一比一克隆 加入变异生物基因克隆 徐瑞娜身上到底有什么 这么值得进步派费尽心机的研究 哦 对了 还有一个小虫子要处理一下 徐瑞娜这才注意到了 刚刚在门口爬行的男人 别 别杀我 我不会说的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说的 男人听到徐瑞娜要杀他 吓得大声叫了起来 此时 格罗莫斯已经被禁锢了起来 男人腿上的蓝色能量腐蚀 也随之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伤口不断渗出的鲜血 拖行了一地 什么 张臣一脸诧异 这个男人好像见过徐瑞娜 扑痴 没等男人的下 一句话开口 徐瑞娜顺闪到了男人身边 长长的爪子贯穿了男人的头颅 他表情冷冷地说道 你差点害死了张臣 这是你应得的 353章 新的线索 他临死前 好像说了些什么 张臣略微惊讶地说道 他还是第一次见徐瑞娜 斩杀幸存者 手法干净利落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好像是说了什么吧 不过我猜想 就是拖延时间的废话罢了 徐瑞娜语气冰冷地说道 他抬起大长腿 高跟鞋直接踩在男人的胸口上 稍微一用力 爪子就从男人的头颅里抽了出来 张臣的绝对视线看到 徐瑞娜的爪子上 包裹着一层淡蓝色的能量火焰 所以 鲜血根本站不到爪子上 一滴不剩 全都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尸体上 尸体受到生物能量损伤 无法采集 可惜了 张臣撇了撇嘴 整个黑牛军团 在这个阶段苏醒的幸存者 全都折损在这里了 那么多的金盒全都无法采集 这个该死的格罗莫斯 如果能的话 张臣现在真的想要多踹上他脊脚 之前你给我线索 指这个高墙第三座城市的第三研究院 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格罗莫斯来的 张臣把话题拉回到了正轨 问道 其实 我并不知道 这里禁锢着格罗莫斯 我无法控制身体太久了 其实很多事情 早就应该去做 但是拖到现在才做 实在是有些迟了 其实我的老师 就是进步派的首席科学家唐厚德 我来这里 其实是希望找到关于他的线索 不过 我相信 你在蹦口是也看到了 他现在是引导人类文明的先驱者 身份今非昔比了 人们给他立了一座那么高大的雕塑 他已经成为了人类的救世主 新的希望 所以我更加坚定地相信 他还活着 而且在某个安全的地方等着我们 我只有找到了他 才能知道 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才能解释这么多克隆人的游览 也只有他 有能力帮我恢复正常 徐瑞娜说到最后 缓缓地举起双手锋利的爪子 表情落寞地说道 大概这个人不仁 感染体不感染体的样子 让他觉得十分地难过 无法融入到任何一个人类团体中去 目前 也就只有张晨是个例外 其实说起来 张晨确实很例外 除了刚刚用驱从药剂降服的血力之外 张晨身边 还真就一个正常人都没有 二胖就不用说了 视之能量寿 小白是九行生化人 身边还剩九十八个克隆人军团 一枚蜘蛛女王的卵等他孵化出来 也是一个类似人形态的非人类 现在再加上徐瑞娜这个半人半感染体的存在 简直绝了 嗯 我在见面城市看到了一个唐厚德 故意留下全息成像 说是让我找起二十七片全科技蓝图 然后带着钥匙去灯塔找他 张晨简单地把在见面城市的见闻 包括清洁工的事情 全都说了一遍 这些 我全都没有听说过 灯塔应该也是在后期才建设出来的 当时我 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消息 徐瑞娜遗憾地摇了摇头 就连你也不知道吗 张晨略微失望地说道 本来以为找到了徐瑞娜 接下来寻找原住民 弄清楚终结末世的任务 这一切就全都搞定了 现在看来 接下来的路 还是得继续摸索着走 时间过了这么久 人类可能躲藏在任何地方 在终极末世面前 他们的防御 肯定在不断地被摧毁 基地也是在不断地迁移 就算有在轮回阶段苏醒的人类 只要被落下 都很难找到基地的位置了 徐瑞娜口中所说的人类 指的就是原住民 为了区分 轮回者 指的就是穿越者 他说着 忽然眼睛一亮 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兴奋地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老师在哪 但是我知道 在第七座高墙城市里 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 第七研究院 那座城市 是人类固守最久的城市 同时也是进步派 深耕科研的地方 像类似压制末世的开启 打造空间介质这种事情 绝对会依托完善的工业设备 和高级密度的实验设备 才能完成 人类逃难 应该无法带走那些笨重的机械设备 所以我猜测 人类是在那里完成的 所谓的终极武器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 很可能就跟末世的压制有关 只要到了那里 通过实验记录 我就能分析出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以及接下来的计划 甚至还能找到 人类隐藏的位置 也说不定呢 嗯 张晨点了点头 本来进入了高墙城市 他就没打算 这么轻易地离开 实时没得到 先驱者身驱 应该就在第七座城市的 武器库里 这样的大杀器 张晨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更何况 最后一座城市 还牵扯着雪莉口中 所说的巨大秘密 以及徐瑞娜所说的 寻找原住民的最终线索 不论哪一条原因 都让张晨 非得一条路 走到黑不可了 此时 实验室内空气中的 大量生物能量 逐渐地消散了 www 张晨意念 再次和克隆人军团 连接在了一起 很快 众人在研究院的院子里集合了 二胖看到久违的徐瑞娜 兴奋地扑了上去 又是锈 又是舔的 不一会儿 小白和雪莉也回来了 小白在看到徐瑞娜的第一时间 距离老远就喊了一声 好朋友 总算找到你了 随后一个剑步 快速地扑倒了徐瑞娜的怀里 徐瑞娜看着小白 眼中充满了怜爱 小白好像长大了一些 而且 实力也更强了 小白搂着徐瑞娜的腰枝 把头埋在她的胸脯里 久久不愿意撒手 好朋友 你之前是在跟我玩捉迷藏吗 我和爸爸找了你好久呢 徐瑞娜的爪子 轻轻在小白的背上拍了拍 不敢用丝毫的力气 生怕伤到了她 我知道 你们辛苦了 接下来 我不会离开你们了 真的 那太好了 小白高兴地 直接把徐瑞娜抱在了半空中 还兴奋地跳了跳 此时 一旁的雪莉 好像觉察到了什么 脸色凝重地 走到张臣身边 小声地说道 主人 我感知到 有大量的幸存者 正在向湖对岸聚集 好像是冲着 我们来的 354张 又要洗澡 大量的幸存者 张臣先是一喜 随即又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喜的是 他以为又有一大批 刚刚苏醒的黑牛军团的人 上门送惊艳了 但是转念又一想 能苏醒的 基本都折在这里了 就算再有苏醒的 也是凤毛麟角 哪来的大量幸存者 要说这个城市 唯一能算得上大量的 就是那群 只有觉醒者水平的 井底之蛙了 众人走出研究院 刚刚踏上从湖岸 延伸到岛上的大桥 此时桥对面 也走上来一群 蛊惑仔样的幸存者 他们的装备参差不齐 有的人拿着大砍刀 有的人拿着弓箭 还有的拿着能量脉冲枪 看着这场面 仿佛一下子 把时间倒退 到了末世第一阶段 那美好的时光 主人 您继续走 我一个人就可以 把他们全都杀掉了 保证不会耽误您的时间的 雪莉从旁小声说道 张臣看了一眼雪莉 她现在可以看到忠诚值了 所以雪莉身边 弹出一条信息 绝对忠诚 忠诚度百分之一百 这些家伙就是小蚂蚁罢了 不用搞得这么严肃吧 徐瑞娜从旁笑着说道 小白双手抱着头 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她本能地感觉到 前面的这群人 一点都不好玩 要是真玩起来 不但没什么挑战性 还得弄得满身都是血 洗澡得洗好久 张臣微微一笑 朝着面前的这些人 轻轻打了个响指 兵精绝杀 大 大 呼 忽然 一阵强劲的风吹过 面前那数百人的幸存者 足足有两百多人 瞬间变成了人形的水晶体 在阳光下 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下一刻 这些水晶瞬间破裂 碎块来不及掉落在地面上 就缓缓地气化 消失在了原地 微微轻轻吹散 桥上一片干净 包括湖对岸 相当一片距离的幸存者 全都消散不见了 不过 兵精绝杀 有距离限制 不是无限制的全体杀戮 这个距离 会随着张晨实力的提升而提升 现在的实力 已经可以秒杀掉 半径一百米范围内的敌对目标了 鬼 鬼啊 这 这绝对不是人 怪物来了 快跑 快跑 远处残存的百余名幸存者 鬼哭狼嚎的撒腿就跑 有的幸存者 也不管自己的队友 任其在车辆的后面死命的狂奔 就是不停车 不一会儿 开车的幸存者 率先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 其次才是那些跑步的幸存者 他们连头不赶回 生怕自己跑得慢了 也会落得这个凄惨的死法 叮 自动采集成功 一共获得了聚能金盒 星号98加27 30%触发光明祝福 能量金盒 星号135万加520 30%触发光明祝福 储物介质碎片 星号3275 还有大量的食物 水 以及日常生活用品 张辰全都存了起来 再剩下的 就是些低等级的普通武器 能量武器装备 能量级别的图纸 这些垃圾 张辰直接扔在了原地 变成了一个个的物资箱 哇 爸爸 你好厉害 这是什么招数 能不能教教我 小白好奇地问道 这个得靠自己慢慢领悟 张辰善笑着说道 这怎么教 更何况 小白和其他幸存者 压根就不一样 就连招数和力量体系 都不是一个系统的 到目前为止 小白表现出来的 除了超强的身体素质以外 还真就没有见过 施展什么技能 也许他被设计的时候 就是一个高配版的普通人类 主人 您真的是太强悍了 学历看到眼前的一幕 也吓得傻了 一个响指 就能秒杀两百多人 他即便是在终极末世之下 也没见过拥有这种 变态技能的幸存者 看来 你和陨石能量的融合 又提升了一个新的档次 恭喜你 徐瑞娜笑着说道 谢谢 张辰微微一笑 提升到神二阶以后 他感觉体内的能量 确实更加充盈了 释放技能后的疲劳感 也大幅降低了 爸爸 我饿了 要吃饭 小白捂着咕咕直叫的肚子说道 好 那我们就在湖边休息休息吧 现在你的好朋友也找到了 我们是应该吃顿饭 好好庆祝一下 张辰笑着说道 庆祝呀 那是不是就可以喝饮料了 小白双眼放光地问道 可以 当然可以 张辰宠溺地抚摸着小白的头发 王武 二胖 二胖也兴奋地叫了一声 庆祝就意味着 可以光明正大的吃肉了 不用继续吃肥料了 不一会儿 一座带着围墙的庄园 就出现在了湖边 主楼的位置刚好朝着湖面 可以清楚地看到 波光淋淋的湖水 景色很好 不过在吃饭之前 要先洗手换一身衣服 不然会拉肚子的 张辰说道 一般上午 如果没有战斗 那就洗个手就可以了 但是这次探索的是研究院实验室 谁知道 这里有没有什么未知的细菌之类的 还是清理一遍 比较放心 嗯 嗯 小白急不可耐地 一边朝着浴室奔跑 一边开始脱衣服 刚到浴室门口 已经脱得干干净净了 啊 这 张辰有些无语 但是又不好叫住小白 现在看到的是 他的背影 要是叫住他 那可能就全都看光了 雪莉对自己是绝对忠诚 肯定不会想什么 但是徐瑞娜要是看到了 会怎么想 会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变态 专门对小女孩下手的鬼妇 张辰 我好久没洗澡 没换衣服了 徐瑞娜缓缓缓走到张辰身边 轻声地说道 啊 啊 那 我让雪莉陪你吧 张辰建议道 上次帮徐瑞娜洗澡 那确实是迫不得已 没有别人了吗 这次有雪莉在 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不 我不相信那些手上 有暗红色戒指的轮回者 我只相信你 而且 你刚刚跟格罗莫斯 进行了一场战斗 不也需要洗澡吗 我们一起洗吧 我正好也有些事情 想要跟你私下沟通 徐瑞娜一脸认真地说道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张辰点了点头 355张 温暖与冰冷 张辰带着徐瑞娜回到了自己的主人房里 这个房间是一个独立的套房 房间里还分割出不同功能的房间 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区域 浴室有100来平米宽敞 中间是一个方形的浴池 靠近墙壁的一面有梳妆台和淋浴器 对面是一扇巨大的整扇的落地窗 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幽静的湖面 这个景色真不错 我还是头一次可以静下心来 好好地欣赏这个世界的景色呢 随着末世的逐渐解除压制 只怕这些景色再难看到了 徐瑞娜悠悠地说道 双手缓缓地抱在胸前 长长的爪子从身侧延伸了出来 然而此时张辰却不感觉如何的可怕 反而觉得徐瑞娜有些惹人怜爱 光从徐瑞娜的正面打过来 张辰站在她的身后 刚好能光影将她曼妙的身材展现了出来 我还挺喜欢这身气袍的 可惜战斗的时候染上了不少的鲜血 徐瑞娜说着 爪子在身前轻轻滑了一下 旗袍的扣子瞬间全都滑开 一开到底 徐瑞娜抖了抖身子 洁白如杨之玉一般的肌肤 就像香蕉一样从皮里脱颖而出 她微微侧过身 那封印的身材便露出了冰山一角 颇为壮丽 徐瑞娜柔声问道 你能再做一套气袍给我吗 当然可以 张辰点了点头 张辰将身上的衣服也脱了个干净 扔在地上 将自己的衣服和徐瑞娜的衣服 一起回收到戒指中 然后重新做出了两套新衣服 放在了衣架上 徐瑞娜背对着张辰 缓缓地一步步走进了池水中 将整个人都进入了水里 好半天 才冒了出来 她甩了甩头发 脸上流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真是好久没有洗澡了 真的很舒服 张辰就坐在她的对面 静静地看着 不置可否 不得不说 徐瑞娜的身材 确实是太好了 可以说是张辰见过的所有人中 不论是从身材比例 曲线弧度 还是女人的韵味上 都是一等一的存在 天籁小说王 而且 徐瑞娜本身也很漂亮 属于那种知性的美 两者结合在一起 就算说是人间有物 也丝毫不为过 小白有你 陪在她身边 可真幸福 徐瑞娜笑着说道 嗯 这个小家伙 本来也是无忧无虑的 每天脑子里想的东西 除了吃就是玩 连我自己都羡慕她呢 张辰笑着说道 你帮我涂一下沐浴露吧 身上有些血字 实在是不太舒服 在水中享受够了的徐瑞娜 一步步缓缓走到了张辰的境前 身材一点点地从水中出现 出水芙蓉一般 最终完全毫无保留地 呈现在了张辰的面前 张辰这才看清楚 她胸前 左肋 还有大腿上 有好几块干涸的血字 有些是敌人的 有些像是她自己的 伤口全都已经愈合了 没有留下任何的疤痕 但是血字 却是凝固在皮肤的纹理中的 不仔细清理 却是很难搞定 张辰弄了点沐浴露在手里 然后缓缓地涂抹在徐瑞娜的肌肤上 先从肩膀开始 慢慢地涂抹白皙的天鹅颈 然后是脸蛋 再一路向下 翻过一座座高山 越过平原 手掌锁处之处 感受到一阵阵的冰冷 张辰伸手在她心脏的位置停留了一下 没有心跳 但是绝对视线能看到 她心脏下方的能量核心 依旧在不停地运作着 她活着 但是却是以感染者的形态存活着 徐瑞娜也很配合 双手的手腕 轻轻地搭在张辰的肩膀上 方便她帮自己涂抹均匀 你的身上好热 徐瑞娜的脸蛋 凑近张辰的耳边 轻声地说道 其实是你太凉了 张辰说着 把水温调高了几度 一股股热气 缓缓地挣腾了起来 不一会儿 就让整间浴室内 变得朦胧一片 张辰反复涂抹了两三次沐浴露 又仔仔细细 认认真真地冲洗了几遍 直到彻底干净了 这才停手 抱着我 徐瑞娜向前走了两步 将冰冷的身躯 紧紧地贴在了张辰的身上 后者双手环抱在徐瑞娜的后背上 轻轻抚摸着 这简直就像是一块冰冷的美玉 你真温暖 这种被人拥抱的感觉 可真好 徐瑞娜甜甜一笑 说道 闻着徐瑞娜肌肤上 散发出的一阵阵沐浴露的香气 张辰有些心愿意马 好了 谢谢你 我们说正经事吧 徐瑞娜说着 身体向后靠了靠 但是并没有挣脱开张辰的怀抱 两个人一起进入到池水中 让温暖的水流包裹着全身 你和小白相处的十段时间里 有没有发觉什么异常的情况 徐瑞娜忽然问道 异常的情况 没有啊 一切都很正常 张辰脑中第一时间浮现出 小白陷入狂暴的状态 不分底有疯狂攻击的画面 但是脸上却不动声色 她怕自己把这件事说出来 徐瑞娜会销毁小白 毕竟相处这么久了 张辰跟小白也是有感情的 更何况 她除了偶尔发疯以外 还是个好女孩 只要有趋从药剂 就能保持小白 一直这么乖巧可爱下去 那就好 毕竟小白是人类的希望 看到这样的她 我也算是 对老师和全人类有个交代的 徐瑞娜尝出了一口气 心中的巨石总算写下来了 脸上这才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对了 为什么你称呼小白 是人类的希望 既然小白是人类的希望 为什么我们这些轮回者 还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张辰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小白是人类的希望 这个问题的答案 只怕不会是你想听的 徐瑞娜表情一致 声音低沉地说道 已经没什么比穿越到末世 更糟糕的事情了 所以 是不是我想听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想了解事情的真相 张辰坚持道 那好 不过我事先声明 我接下来所说的内容 仅仅代表之前我的看法和态度 并不代表现在我个人的想法和态度 徐瑞娜再三声明道 可以 你说吧 张辰看到徐瑞娜这么紧张 自己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赶忙把手从徐瑞娜的腰下面 收了回来 356章 小白绅士的秘密 其实我在度压实验室 做生物体实验 除了研究生物能量 对生物体的影响之外 另外一个秘密任务 就是将生物能量和生物体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失败 和模拟实验失败之后 我发现先存的任何生物 都无法和生物能量和平相处 它们或者被生物能量称爆炸 或者变得狂躁无比 于是 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设计出了一个 符合陨石能量结构的基因序列 而这个基因序列 刚好接近人类的基因组 于是 我就将它植入了之前应用的人体器官 培植技术常用的干细胞里 经过计算机模拟 我得出了七种可行的方案 并将培养成型的生化人 分别存在了七个休眠舱中 结果丧失围城的时候 我们的运输机空间有限 装下科研人员后 只能再装在六个休眠舱 所以 小白所在的第七号休眠舱 就被留在了实验室里 我奉命去天阳市 继续进行感染体的研究 其他六个休眠舱 被要求送往滕翔国 只不过后来听说 运输机遭到袭击坠毁 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那六个休眠舱 也不就下落不明了 当然 我觉得 你既然是小白的爸爸 当然有必要知道小白的由来 但是我重点要阐述的 不是这个 徐瑞娜说到这里 忽然停了下来 脸色有些纠结 似乎在考虑下面的话怎么说 才能让张晨更容易接受一些 你继续 张晨摊了摊手 说道 其实我们从研究生化人一开始 他们就不算是独立的人了 徐瑞娜见张晨一脸的困惑 进一步解释道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研发出的生化人 只是为了让他们 能够适应末世的环境 那对原本的人类而言 有什么好处呢 最后 全人类全都灭绝了 我们设计出来的新人类 在末世里生活下去了 新人类终究不是人类 没人会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说到这里 张晨脸色忽然阴沉了下来 他似乎知道 徐瑞娜要说什么了 只听徐瑞娜继续说道 之所以大力开发生化人 是因为度压核心实验室 研发出了 可以将人类的意识转移的设备 等到这些生化人 可以适应末世的生存环境之后 人类就可以陆陆续续地 将意识传输到他们的体内 从而以他们的身体 继续生存下去 当然 生化人也是分男性和女性的 这样才能保证人类活种的延续 意识的转移 也让人类文明完好的保存下来 并能继续流传下去 不会有文明的断档 这些生化人 从一开始的设计初衷 就是人类的容器 曲窍而已 所以 我们才称呼 它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听到这番话 张晨虽然在温暖的水中 依旧感受到了一股刺骨的寒意 创造出生化人的目的是 为了占据他们的身体 如果张晨不认识小白 最多也就觉得 这些原住民 为了生存下去 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但是现在张晨和小白有了感情 当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有一股怒意在胸口翻涌着 舅舅难以平息 少请 张晨才语气低沉地问道 那当初你留下视频 并且引我去实验室里 找到小白的真正意图是 不等张晨的话说完 徐瑞娜轻轻点了点头 坦然说道 没错 其实当时我的想法 是希望能将自己的意识 转移到小白的身体里 继续生存下去的 这句话说完 徐瑞娜缓缓缓低下了头 等待迎接张晨的咆哮和愤怒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 张晨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激动 而是语气平静地问道 那你现在还想这样做吗 徐瑞娜轻轻摇了摇头 说道 原本按照计算机模型的设计 生化人应该是没有自我意识 而是类似于行尸走肉一样的存在 所以我们才会想到 把他们当作是可以被占据的工具 但是没曾想 生化人竟然也是有思想的 和活生生的人类并没有什么不同 尤其看到小白在你的身边很开心 真的就像是人类的小孩一样 在快乐地成长 我忽然意识到 我的演算法错了 生化人意识形态移植 更是大错特错了 我现在告诉你 既是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同时也想你知道 小白是有弱点的 在生化人后脑的位置 有一个小小的疤痕 那是设计时预留的意识转移设备的界面 只不过在生化人成长的过程中 被皮肤组织覆盖了而已 你只需要在那里稍微注入一点能量 就能毁掉这个界面 这样 就不会有人来控制小白了 张晨一边听 一边认真地记了下来 他能看到 徐瑞娜对自己的忠诚度是96% 同样是绝对忠诚 所以 他不会骗自己 忽然 张晨从徐瑞娜最后一句话中 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你说 会有人来控制小白 徐瑞娜点了点头 说道 肯定会的 如果没有人见过小白 那还好说 但是现在小白已经苏醒了 各个实验室的数据 都是定向 传输到卫星上的 不管水蓝星变成什么样 变异生物 都无法影响卫星的运作 所以如果现在有原住民 处于苏醒状态的话 他们一定知道 小白作为生化人 最后一个实验体 已经被唤醒 他们一定会按照既定的任务 继续执行 意识形态迁移的任务 而第一步 就是捉捕小白 徐瑞娜看着张晨 目光中透着一缕担忧 她悠悠地说道 我知道你现在的实力很强 现阶段任何的变异生物和幸存者 几乎都不会是 你的对手 但是人类不一样 我查阅过资料 我推测所有轮回者的力量 全都来自于轮回戒指 就是你手上的青绿色戒指 雪莉手上的暗红色戒指 这些戒指 如果是进步派制造出来的话 那么他们绝对有能力 让这个戒指 暂时甚至永久地失去效果 到时候一个普通人 面对拥有高科技武器武装的进步派小组 甚至军队胜算几乎微乎其微 357章 冷静与激情 听到徐瑞娜这番话 张晨不由地下意识地握住了左手的戒指 她知道 徐瑞娜这番话 不是危言耸听 进步派既然有能力 把轮回者召集到这个世界上 就不可能一点反制措施都没有 他们难道就不怕纠战雀巢 轮回者的实力太强 最终杀掉了原住民 取而代之 成为了新人类 在末世生存下去 人类都是自私的 做任何事之前 一定都会 以自身的生存为利益出发点 如果这些原住民 在末世艰苦求生了这么多年 连这么个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 还妄想能和轮回者和平相处 共建美好明天的话 估计也活该他们灭绝了 别的不说 现在轮回者之间 都是竞争者关系 互为猎人与猎物 更何况 轮回者本来都有自己的人生 结果 被强行拉到末世里 担惊受怕 与怪物搏杀 在这里吃不饱 穿不满的受罪 如果他们知道这一切 都是原住民搞的鬼 能不心存怨恨 所以 原住民留了一手 这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么说 我也得提前做好准备 防着原住民 也就是人类一手了 张晨说道 没错 他们肯定会来抓小白的 这是迟早的事情 而且以现在进步派的科技手段 复制出成千上万的小白 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徐瑞娜说到这里的时候 目光看向了窗外院子里 正在巡逻的克隆人 确实 这些进步派可以做出克隆人 并直接感染成清洁工 还能把培养的克隆人 直接变成高级感染者 说明他们的基因技术 确实已经发展到了 炉火纯青的程度 只要找到样本 很快就能破解出小白基因组数据 之后就会复制出无数个小白 再然后 通过意识转移 一群拥有和小白一样 强大的身体素质 同时还能使用大量进步派 先进武器装备的原住民 他们能不能打败 最终的变异怪物不清楚 但是绝对可以吊打 失去了能力的轮回者 你说的没错 但是你不也是原住民中的一员吗 你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不就相当于出卖了 你所归属的组织或者阵营吗 张晨略微诧异地问道 我的阵营 徐薇娜自嘲地笑了笑 接着举起了爪子 奋力地拍击着水花 奶胸奶胸地 水花在胸前剧烈地拨动着 你看我现在的样子 还能算是人类吗 他激动地向前走了几步 用爪子轻轻地把张晨的手 紧紧地放在了自己的胸前 力声质问道 你感受一下我还有心跳吗 我还能算是一个人类吗 而且 为什么实验室里 会有这么多我的克隆铁 杜鸭的科研人员就算死掉了百分之九十 那也还有十万人 从十万人中偏偏就选中了我 我不觉得我有这个荣幸 现在我甚至怀疑 这一切都是他们做的局 最后 我注射的那瓶药剂的原配方 是由杜鸭总部发来的 如果我没有进行改良的话 我现在就是一句毫无思想的行尸走肉而已 我想要找到唐厚德 我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一定要让他把我变回来 徐瑞娜的表情悲愤痛苦至极 但是眼睛里却流不出一滴眼泪 那是生命体才会有的生理反应 对于他而言 他能感受到身体却像是另外一个人的一样 确实 达染体是没有任何生理反应的 这一点 刚刚张晨在不经意间已经试过了 嗯 我会帮你找到唐厚德 然后让他把你变回原样的 张晨一脸怜惜地紧紧地抱住了徐瑞娜 伸手在他光滑的脊背上轻轻抹撒着 徐瑞娜不会产生体温 但是在温水的作用下 他的身体逐渐有了温度 抱起来暖暖的 就像是一个活着的人一样 徐瑞娜的头轻轻依偎在张晨的肩膀上 双手下垂 任张晨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 少请 他缓缓地抬起头 俏丽的脸蛋 尖尖的下巴 原本苍白的嘴唇 在温水的作用下 也变得红润了起来 一双美目仿佛有星光在闪烁 他默默地凝视着张晨 后者也低着头看着他 两个面对面的距离 只有不到十公分的距离 但是张晨 却感觉自己的嘴唇 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他忍不住向下狠狠地吻了下去 徐瑞娜闭着眼睛 立刻做出了热情的回应 两个人相拥在水中 努力地感受着对方的温度和味道 天籁小说望 忽然 一阵急促地敲门声传来 主人 外面天气发生变化了 好像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 知道了 张晨答道 暴风雪 徐瑞娜一正 主动向后退了半步 从胶着中脱离了出来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张晨问道 末世里的气候多变 雪里刚刚说的暴风雪 而不是暴雨 而且不论哪个 你的庄园恐怕都不具备 抵抗冰雪腐蚀的能力 更别提 还有近乎零下五十度的超低温度了 我们需要躲到附近的建筑里 最好有地下室的地方 越深越好 徐瑞娜冷静地分析道 嗯 你说得对 张晨的情绪也逐渐平复了下来 冷静下来之后的两个人 互相看着对方一丝不挂的身体 都感觉有些尴尬 激情一旦冷却下来 想要再启动 就得需要一个契机和气氛了 很显然 在暴风雪即将来临的情况下 根本创造不出这样的契机 张晨用浴巾给徐瑞娜擦干了身子 又亲手给她套上了旗袍 自己也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此时她才留意到 在远处的天边出现了一团暗红色的云 与此同时 周围的空气似乎也在快速地下降 此时提示缓缓浮现了出来 生物能量暴风雪会刮出刀子一样的进风 气温零下53摄氏度 距离暴风雪来临 还有17分26秒 零下53度 张晨满脸的惊诧 她看了看湖边的青葱草地 还有波光淋淋的湖水 可现在是夏天啊 358张 暴风雪的威力 零下53度的温度 在原本地球上属于是极寒 零下40度以下的极端天气了 张晨体验过最冷的温度 也就是零下30几度 那真的是刺骨的冷 至少在刮点风 分分钟就能刺破羽绒服的防护 在外面呼吸的瞬间 哈气就会在脸上结冰 而且铁栏杆也会变得很甜 舔过的人都这么说 我观察了一下 旁边有一栋商业大楼 它下面有三层地下停车场 而且停车场的大门有隔温帘 只要我们行动够快 躲到负三层 然后用被子和重物 封住所有出入口 应该能顶得住 徐瑞娜脸色凝重地说道 其实感染体是不怕寒冷的 徐瑞娜本身就没有体温 当外界温度过低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就被冻浆印在原地 只要被受到外力 攻击破损 等到温度恢复正常的时候 它就能重新复活 但是张晨和小白等人不行 人类属于恒温动物 如果体温过低 立刻就会死掉 徐瑞娜现在关心的是 张晨和小白等人的安危 不用急 我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张晨微微一笑 然后带着众人来到了空地上 将庄园收回到了戒指中 随后又取出了一个设计图 罕氏自生成地下供电 需要流沙喷雾 星号石 巨大的甲铐 星号300 完好的变异重斥 星号500 聚能金盒 星号100 可以按照你的设计 完成移动面积 1000平米左右的地下供电 配备完善的电力系统 能量网格防御系统 防止变异生物 和丧尸类怪物靠近 其实这些材料 张晨早就够了 尤其是在界面城市 感染体覆灭了几乎所有营地成员的时候 张晨从他们的身上 拿到了大量的材料 只不过心疼这100 聚能金盒 而且有庄园可以住 这才没有制造它 现在正是时候 开始制造 很快 一个制作进度条 出现在张晨面前 需要五分钟 距离暗红色的暴风雪来临 还差15分钟 时间很充裕 哎呀 好凉快啊 好凉快啊 小白站在湖边 迎着吹来的凉风 大笑着说道 二胖也是一脸的开心 他不怕冷 但是怕热 身上有厚厚的皮下脂肪层 再加上紧是厚重的皮毛 天然就拥有极高的 对寒冷的防御能力 很显然 他们对现在的气温十分的满意 张晨趁着宫殿 正在自己建造的时候 将目光投向了周围的环境 很快 一组组温度信息显示了出来 湖水温度18度 湖边草地温度15度 商业大楼向光面温度20度 背光面温度12度 而且这些信息数字 还在不停地减少 一分钟之后 除了湖水温度 几乎没什么变化 其他井屋的温度 全都下降了3至7度不等 而且这个温度 还在急速的下降之中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此时 湖面上已经泛起了一层层水蒸汽 不是湖水太热了 而是空气的温度太低了 水的比热比较大 降温的速度 比周围环境要慢上许多 所以才造成了这样奇特的现象 此时 草叶上已经出现了一层白色的霜 气温已经降到了零度 二胖依旧很开心 但是小白感觉到有些冷了 乖乖地跑回到克隆人这边 躲在人群里取暖 好冷呀 我记得上一次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将一个营地的人 全都冻成了冰雕 这个暴风雪 会抽取幸存者体内的能量 当能量耗尽的时候 不管什么实力的幸存者 最终都难逃一死 血力从旁喃喃自语道 不过他很清楚 这种程度的天气 和末世后几个阶段 堪称变态的极端天气 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好了 张晨眼睛一亮 一个圆形的水晶球体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现在就看他的了 张晨将手中的水晶球 往地面上一摔 一瞬间 他立刻变成了一滩液体 源源不断地朝着地面下方 渗透了进去 呀 那边是什么啊 好漂亮 小白指着远处的湖面说道 雪力顺着小白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此时的湖面 已经不再有蒸汽冒出 相反的 空气中的水蒸汽 被冻结成了雪花 再缓缓地飘落了下来 湖面上有一层白色的结晶 是冰 湖水开始结冰了 雪力惊恐地说道 只见冰晶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地朝着湖心的第三研究院 蔓延了过去 很快就将整个研究院 包裹了起来 寒气继续一路向前 湖面也随之缓缓地结成了冰面 不多时 从研究员里 隐隐地传来了一阵阵暴烈的声音 水在结成冰的时候 会膨胀 估计是那些装着液体的罐子 被冰城爆炸了 那里面的事迹 估计也都全成了废品 好了 张晨说道 此时 一扇大门从地面上打开 显出了长长的楼梯 张晨指挥着小白和雪莉 以及克隆人军团先进去 最后 他拍了拍徐瑞娜 说道 我们也进去吧 然而 徐瑞娜却没有反应 此时张晨才发现 徐瑞娜的头发上 已经结成了一缕冰霜 整个人冻僵在了原地 原本冰凉 但是弹性十足的肌肤 现在变得僵硬 像石头一样 张晨直地将它抱起来 顺着楼梯走了下去 后面的大门刚刚关上 韩七立刻包裹了上来 将大门外面 封上了一层淡淡的冰霜 与此同时 刚刚从湖心岛逃回来 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们 他们并没有逃回到自己的安全屋里 而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 因为他们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城市里的最强者 刚刚在张晨的一击之下 全都死了 现在城市里的格局 再次发生了变化 他们可以开始互相争斗 重新化地盘 抢物资 争夺女人 丝毫没有人留意到 不远处那朵暗红色的阴云 十几分钟后 当幸存者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疯狂大作 一股股进风 夹杂着吸取能量的雪花 猛然吹向了地面上的幸存者 破 当了 幸存者的身体 被封刀一分二位 但是鲜血没来得及涌出 就已经结成了冰块 断掉的上半身 在下坠的过程中 就被逐渐动硬了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那么 开始了 359章 张晨的好主意 幸存者们顾不上手上的争斗 纷纷朝着附近的建筑物冲了过去 在他们身后 肉眼可见的白色寒霜 从地面上快速地蔓延了过来 天空的阴云 缓缓地笼罩在了城市的上方 无数如同刀子一样锋利的锋刃 嚎叫着 肆无忌惮地摧毁着一切 广告牌 自动贩卖机 停靠在街边的汽车 路灯杆 统统被切成了几段 路灯杆从到处落到地面上的时候 因为寒冷而变得脆弱的钢板 瞬间裂成了碎片 散落一地 寒霜从地面开始 向建筑物的表面 缓缓爬了上去 所蔓延过的玻璃窗子 有不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痕 有些幸存者 没来得及躲进建筑物中 被同伴锁死的大门挡在了门外 只十几秒钟的时间 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被吸干了能量 变成了一个个 表情痛苦的冰雕 逃到建筑里的幸存者 也并不好过 建筑的大门 根本挡不住寒气的入侵 寒霜在大门的缝隙处徘徊了一会儿 很快就继续向里面爬了进去 一名男性幸存者 在关门的时候 收手慢了 双手直接被寒气和铁质的扶手 动在了一起 救我 快救救我 男人口中 发出歇斯底里的哀嚎声 别 都别过去 除非砍断他的双手 否则救不了他 而且搞不好 其他人也会受到牵连 团队的队长一边大喊 一边向建筑的深处撤退 队长 别丢下我 我之前可以帮你挡过刀的 你说要报答我的 你这个王八蛋 背信弃义 男人扭着头 眼看着队长消失在了走廊里 他牙子欲裂地怒吼道 不一会儿 队长忽然又跑了回来 队长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然而 男人的感动 持续了不到两秒钟 就见队长从戒指中 掏出了两个汽油瓶 用火机点燃呼的一下 扔到了男人的脚下 你的恩情 这辈子我是报不了了 等下辈子吧 反正 你左右都是死 还不如 当个燃料烧起来 这样能让我们 有更大的概率生存下去 辛苦你了 队长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男人一边痛苦哀嚎着 一边放声咒骂着 双手传来的寒意 加上双腿出的炙热 让他痛苦万分 却又无可奈何 忽然 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 男人连同身后的火焰 瞬间被吸走了全部的能量 动成了雕塑 火焰就连形状都被固定在了原地 城市里的幸存者 确实是太弱了 觉醒者的程度 确实很难挨过这场暴风雪 与此同时 处于地下三十米深处的地下宫殿里 张晨正光着膀子 穿了条舒适的短裤 躺在柔软舒适大床上 抬头看着天花板 其实天花板上没什么特别 只不过有些装饰性的纹理 还有漂亮的照明灯而已 但是张晨的绝对视力 让他可以透过天花板 甚至泥土 看到地表以上的时间 只不过这个看到 和普通的用眼睛看到不太一样 透视之后的景象 没有颜色 只有一些粗略的线条 就像是一幅 刚刚勾了好草图的画作一样 不过即便这样 也够了 张晨基本上可以看到 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甚至还能看到 建筑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 寒气的暗红色能量网络 在不断地吸取着附近建筑 和空气中的生物能量 但凡被它侵蚀的地方 蓝色的生物能量快速地熄灭 取而代之的 也是同样暗红色的能量网格 此时提示在暗红色的能量网格边 缓缓浮现了出来 暗红色生物能量网格 意味着生物能量处于负差状态 在暴风雪过去之后 残留的负差能量网格 将会持续地吸取周围的生物能量 直到再次变成蓝色 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张晨大概明白提示的意思了 说白了 就算是暴风雪走了之后 也不能轻易地出门 因为周围的一切 都在拼命地吸收外界的能量 如果幸存者体内的能量不足 出门立刻就会被再次吸收成冰雕 或者干湿 暗红色的能量网格 也正在从地面缓缓地 向地下开始渗透 不过地下宫殿藏得很深 按照暗红色能量网格的渗透进度 想到延伸到地下宫殿 少说也得需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张晨又调整了一下势力的焦距 将目光收回了一些 在地下宫殿的周围 包裹着一层蓝色的能量网格 包括它在内 整个宫殿内的电力 温控系统 照明系统等等 都是由核心能源驱动的 只要核心能源的能量没有耗尽 就能持续地释放热量 保持整个宫殿的正常运作 而且 进步派利用科技 对金河能量的开发 几乎实现了最大化 一枚 能量金河所产生的的能量 就足够地下宫殿安全地运行一天了 所以 这点能量消耗 对于张晨来说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主人 按照您的吩咐 我已经把徐研究员 放进温水池中了 不过它本身就没有体温 想要彻底恢复的话 恐怕需要的时间比较久 雪莉站在床边汇报道 嗯 好的 现在暴风雪 我们没法赶路 时间很充裕 你也下去休息吧 张晨拿着一瓶冰镇可乐 一边喝着 一边说道 好的 主人 雪莉点了点头 退了下去 小白现在蜷缩在二胖的身边 也睡着了 整个房间里 只剩下了张晨 地下的世界格外的安静 没有一丁点的声音 张晨有些无聊地 审视着储物戒指中的物品 忽然 他灵光一闪 https冒号斜杠斜杠M 然后快速地来到了地下宫殿的户外广场 这里实际上就是一个地下的宽阔场地 独立在宫殿之外 克隆人全都在休息 现在这里只有张晨自己 他将背包里的蜘蛛女王卵 放在了地面上 然后缓缓地取出了 装有格罗莫斯的禁锢罐 按照徐瑞娜娇的方法 将浑身贪软的格罗莫斯 释放了出来 随后 张晨拿出一捆胶带 将蜘蛛女王的卵 死死地绑在了格罗莫斯那大眼球的正中间 然后将格罗莫斯的八条触手背了过来 左脚踩住两只 右脚踩住两只 左手抓住四只 随后 张晨深吸了一口气 右手朝着格罗莫斯的穴位点了下去 解穴 360章 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咕唧咕唧 格罗莫斯的触手拼命地蠕动着 想要挣脱张晨的束缚 WWW 只可惜这个家伙属于远程能量攻击的类型 进展实力实在是太弱了 之前张晨近战轻松砍掉他五条触手 所以跟张晨硬拼力量 他根本逃不到半点的好处 WOW 格罗莫斯开始吸取张晨体内的生物能量流 然而就在张晨体内的白色能量流和格罗莫斯体内的蓝色能量流触碰在一起的时候 一股巨大的吸力 直接将格罗莫斯的能量吸入了张晨的体内 低能量会被高能量所吸取 这是生物能量流动的基本原理 张晨体内的陨石核心是造成整个世界变异的罪魁祸首 算下来 就算是全世界所有变异生物和幸存者的能量全都聚集在一起 也未必是陨石核心能量的对手 更何况是一个区区的格罗莫斯了 格罗莫斯眼看着情况不对劲 赶忙停止了能量的吸收 即便如此 也有一些能量被张晨吸进了体内 低 您吸收了格罗莫斯体内的能量 获得了聚能晶核心耗石 这都行 好羊毛的利器啊 张晨脑中立刻想到了一系列发家致富 快速升级的好办法 现在格罗莫斯是变异V级生物 张晨吸取到的是聚能晶核 如果杀掉它 将它的实力提升到变异六星生物 那张晨是不是就能吸取到超聚晶核 好家伙 一个怪物可以持续供应张晨升级到最后 这是妥妥的极品啊 以后有机会 应该多捉几只养着 绝对是受益无穷啊 不过现在 聚能晶核对张晨的用处不大了 还是让它快点给 蜘蛛女王的卵 充能吧 张晨右手重重地击打在了格罗莫斯的身体上 动 这一拳的力道不小 张晨能看到格罗莫斯全身的能量波都颤动了一下 随后 一股蓝色的纯净能量从大眼球的中心开始聚集 嗡 格罗莫斯愤怒地发射出了它那致命的纯能量光束 然而 这股能量光束还没等脱离大眼球 就全都被吸进了蜘蛛女王卵 那暗红色的褶皱里 叮 蜘蛛女王的卵 本次充能10% 当前孵化进度58% 走笑了 果然可以 张晨喷地又揍了格罗莫斯一拳 嗡 有一道能量波机事出 叮 蜘蛛女王的卵 本次充能10% 当前孵化进度68% 非常好 再来几次就能成功孵化了 张晨满脸的兴奋 随后再次猛地砸了格罗莫斯一拳 动 拳头和格罗莫斯的身体撞击 发出了一声闷响 然而 格罗莫斯这次竟然没有发射能量光束 原来前两次发射能量光束 完全是格罗莫斯处于应激反应 在受到攻击的时候 本能的就会还击 但是格罗莫斯作为能进化到末世终极形态的存在而言 也是有一定的智商的 他发现 只要自己发射能量光束 张晨就会打他一拳 这样下去 不但自己激射出能量 什么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还得挨打 这事不论怎么算都不划算啊 所以他忍着疼 死活就是不再发射能量光束了 这个家伙倒是挺有脾气的 张晨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下 然后试着说道 张瑜老兄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 这样 我们采取一下互惠共赢的方式 我给你一点能量 然后你负责发能量光束 你看怎么样 幸亏在场的没有其他人 否则要是有人看到张晨在跟格罗莫斯聊天 肯定会觉得他疯了 结果出乎张晨意料的是 张晨这番话说完之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格罗莫斯听懂了 他竟然不挣扎了 张晨的左手和双脚 明显感受到格罗莫斯的挣脱的力量在减弱 甚至完全不挣扎了 只不过保留了点力气 支撑着大眼球在半空中 不至于摔到地面上 那我就当你听懂了 咱们合作共赢啊 张晨将一部分能量 主动送入了格罗莫斯背后的穴位中 这个穴位也是白汉灵发现的 在大多数幸存者和变异生物的背部 用能量从这里送进去 可以帮助战斗脱离的幸存者 快速恢复战斗力 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能量 来补贴对方的能量亏空 只见白色的能量 快速地和格罗莫斯体内的蓝色能量 融合在了一起 后者的能量线瞬间暴涨了许多 精纯的能量 开始不断地开始在格罗莫斯的瞳孔处汇聚 一道笔平时要强大出许多的能量光束 积射了出去 叮 蜘蛛女王的卵 本次充能15% 当前孵化进度83% 成了 不管格罗莫斯是认可了这个交易 还是他体内消化不了太多的陨石能量 总之结果是好的 再来 张臣依法炮制 再次将一丢丢白色的能量灌注 如了格罗莫斯的体内 很快 就见格罗莫斯的身体 开始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原本脆弱柔软的触手 开始变得坚韧而有力 体型似乎也比之前更大了一些 与此同时 异形提示 缓缓从格罗莫斯身边浮现了出来 强化 格罗莫斯吸收了陨石能量之后 变成了进阶版的格罗莫斯 实力比同级的其他格罗莫斯要更加地强大 格罗莫斯接受了张臣的卫石 对其忠诚度提升 由于张臣拥有被动技能 能量受清河 格罗莫斯的忠诚度大幅提升 由仇恨一百 变成了忠力灵 张臣一正 感情格罗莫斯这个家伙 也和二胖一样 是个吃货 之前驯服二胖 就是为了好几顿牛排和肉罐头 很轻易地就将他征服了 只不过那时候 张臣看不到忠诚度 但是 从二胖主动从角落里出现在张臣面前 也能看得出 他对张臣至少是不排斥的 可能初始的忠诚度就在忠力以上 所以 驯服的过程丝毫没有难度 难道说 这个格罗莫斯 只要通过喂养的方式 也能驯服 弄一个终极形态的变异兽当宝宝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之后 我可以 证地